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CBA常规赛的转播 我们今天在演播室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焦剑之导 欢迎您焦之导 您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播出的这场比赛的对决双方是新疆队和同西队 我们在赛前还是稍微留了一点时间给大家送一些福利 也聊聊两支球队的情况 看CBA上咪咕视频 选新衣好物上咪咕商城 CBA周边衍生品满100-15专场特惠中 点击视频下方热卖按钮即可进入购物一起为新赛季助力打扩 两支球队其实在这个赛季的表现都不是特别好 新疆队赢了两场 而同西队赢了一场 我们来看看两支球队在前面的八场比赛打过之后 在积分榜上所处的位置 其实这个位置对于两支球队来讲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可以思考的东西在那里的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新闻 宁波队已经迁来了外援 可能在第二阶段或者之后的比赛的竞争 在这个积分榜的底部会变得更加的激烈 我们来看看积分榜的第一页 是排在前十位的球队都列在了上面 我们再来看第二页 第二页当中会出现我们今天要交手的两支球队 两胜的球队其实从第13名就开始了 有很多支 然后再排到后面 同西是只赢一场 只比现在还没有取胜的宁波 高一个位置 排在第19位 看过了这个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本轮的对阵情况 本轮对阵情况其实只剩今天一个比赛日了 有四场比赛来进行 下午三点的是深圳打青岛 然后我们这场三点半的是新疆打同西 晚间七点半钟和八点钟 还有两场比赛要进行 看过了积分榜和对阵表之后 再给大家送一个福利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咪咕视频 CBA官方粉丝群 趣味活动精彩分成 更有神秘好理等您来临 我们说过了两个福利之后 来跟大家具体聊一聊两支球队的情况 这两支球队 其实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表现都不是特别好 我们先来说说新疆这边的情况 新疆队由于他们大中锋路途布拉的伤势 在过去的两场球里是没有中锋的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 排兵不振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也没有给球队带来更多的 这种在比赛当中的惊喜 队员们打的是比较的辛苦 他们过去两场比赛的连败 是输给了山东 输给了广州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上一场比赛 他们输给广州的比赛 来看看这支球队在上一场比赛当中 都出现了哪些问题 在上一场比赛 这个先发的调整 其实是幅度比较大的 首先我们看到朱传宇的登场 朱传宇在新疆队当中 是有着超人的身高的 但是由于他的身体对抗的强度的问题 阿德江知道在之前用的很少 上一场比赛 他这个赛季打的第六场比赛 场均是14.5分钟 而在那场比赛当中 因为要比较注意开局的这种攻击力 把麒麟是挑到了先发 而阿尔斯兰呢 也是扩别了三场之后 重新回到了阵容当中 而且也打了这赛季 他的自己的第一场先发 其他的人表现的其实都还行 但是由于内线缺人 即便是补上了 像在替补齐身高达到2米13的余晓辉 我们还是能够看到 跟鲁土布拉在的时候是有变化的 而这场比赛 新疆队其实最大的人员缺损 不单单是鲁土布拉这一个点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 阿卜杀拉姆和曾令旭两个人 都是选择了轮休 这两员 一个是老将 一个是大商刚回来的中生代球员 在上一场比赛选择轮休 新疆队的整体实力 跟广州来比 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的 这场比赛他们也输了18分之多 教练之导 您怎么来评价新疆队 最近一段时间的比赛 他们还是输多胜少的 还是一个是周琦 最主要的原因是周琦 周琦一走 他把他们的整个进攻体系给打断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以前所有的进攻防守 全都是围绕周琦来进行的 你包括他们的防守 新疆队可以赶手 那种反八字防守 就是为了把人往中间赶 往中间赶 往中间赶 同时周琦在中间一站 可以不停的扇帽去干扰 现在你没有周琦的 你这个防守就不成立了 当然大家已经成习惯了 所以说现在他防守漏人 包括他进攻打不进 都很犹豫 为什么 还没习惯他现在新成型的体系 毕竟时间太短了 我觉得你给新疆这帮孩子 稍有点时间 他们慢慢适应一下 这个队伍其实从人来看 还是可以的 曾凌旭 齐迪 都很有战斗力的 没错 对不对 你再给了点时间 让他重新再磨合一下 包括看阿吉江 能不能让大家的 重新进入一个新的战术体系 你看能不能进入一个战术体系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包括说阿布杜莎布这个点 其实是特别的重要 上一场不打 你第一得分箭头没有了 其他的人分担下来 这些得分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所以输球了 我们再来说说 他们今天的对手 同西队 在过往的一个表现 同西队在这个赛季 只取得一胜是战胜了宁波 而之后的比赛 是接连赋于了山东 广州 辽宁 北控和山东 上一场比赛打山东 他们是89比107输球了 我们来看看上一场比赛的几几 当场比赛 他们在篮板上是输了11个 但是几项命中率 看上去还不错 46%的投篮 38%的三分球 还有68%的罚球 除了罚球稍微低一点之外 整体的这种两分球和三分球的效率还不错 但是在这个球队的人员方面 就像他们今天的对手 新疆队在过往的两场比赛表现的那样 他们也是没有中锋的 而在赛后 被修罗维奇也是明确地表达了 对于孙明杨的想念 孙明杨上一场比赛 因伤不能出场 给到了这个对手 山东队非常宽松的内线的环境 导致他们有着太多的篮板球 我们刚才讲篮板球差11个 而且有着非常高效的两分球得分 他们不得已把刘东 这样的一个一年级的新人 清华大学的中锋 派到了场上去打先发 当然王瑞在过去两场比赛 不断地回来 能够给球队一些帮助 包括说赵天忆 上一场比赛 也是打了20分钟 这样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但是还是在孙明杨这个点上 有着没有办法去替代的一个作用 孙明杨在这个赛季 来到球队之后 是不单能在篮下 通过自己的身高和体格 打出很好的两分球 而且他在外线的投射 威胁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看看今天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报名名单 今天孙明杨是报名了 在12人的可登场名单之内 看看孙明杨的伤势 恢复得怎么样了 被修罗维奇会给他多长时间 有什么样的比赛能够呈现出来 所以这场比赛 其实双方的对决 应该还是势均力敌的 两人就在这个赛季前面的情况 调理的都不是特别好 所以从同西的这个角度来讲 结合过去他们连续输球的比赛 您觉得这一场 他们想赢球的话 需要做好些什么东西 我感觉同西第一个注意的 先打理自己的内部 稍有一点乱 同西稍有一点乱 还有一个就是同西 你现在在被帅的带领下 你怎么能把自己的球星作用 还是团体作用给捏合到一块来 他现在就感觉确实是挺乱的 那里面就是自己都没整明白 谁打主谁打刺 包括谁到底要怎么样 感觉就是 这个队里面好多主力 好多声音 你这个是不行的 因为你要是真要到了一个职业队伍 必须的分清层次 分清分工 没错 老大就是老大 老二就是老二 老三就是老三 老四就是老四 没办法 因为咱们是个团队 要把劲儿拧成一股声势 你这好家伙无数个声音 你说让怎么摆平 你到场上你说 老大说我要打一 老二说我要打二 老三说不想我打五 老四我打六 主要来说行 你们先猜拳 谁赢了谁说了算 你这就没法打了吗 没错 你这个问题先解决了 其实这个队伍也还有一定战斗力的 对 包括说西里江这个赛季 他的登场时间是非常的长的 他现在的登场时间 应该还是排在联盟的前五位的 所以说可能对于他们来讲 在西里江这样一个 有着非常出色外线表现的 核心的带领之下 大量的年轻人 尤其是这一两年选来的新秀 构成了这支球队的主力 包括说一些从其他球队交流过来的球员 比如上个赛季中段到位的王旭 然后在这个本赛季才到队的孙明杨 以及在这两场比赛 上个赛季没办法打 但是却商欲付出的王锐 这其实都是非常出色的球员 包括说之前在北控效力的王子锐 然后在NBL效力的孙荣孝 我们看看这些从单个我们看排面 还不错的球员 怎么能够让被帅更好地把他们捏合起来 这是现在这支球队的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 他们打的战术的配合 有时候能跑出来 但是跑出来之后 你在最后终结的这一下 往往会出现一些小小的瑕疵 而更多的时候 他们流于单打了 因为其实被帅在之前 在江苏队的成功更合用 阿博多我今天对摄像机非常感兴趣 被帅在江苏队成功 马尚布鲁斯其实是占有了非常大的戏份 但是现在球队没有外援 就要看看被帅怎么能从国内球员当中 去发掘更强有力的稳定的得分点 给这支球队 现在还在底部挣扎的状态 带来一些新鲜的空气 因为刚才我们也讲了 宁波队外援已经落听了 找来了之后 他在面对这些底部球队的时候 他就不会那么散了 看了几场宁波队的球 他们的人员其实配置的还不错 如果有一个外援核心 后卫去带一带 那球队其实能够拿到一些比赛的胜利 那现在双方的圈已经完成了进场 我们进入现场的奏唱国歌一试 宁波队 像新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双方拳握手之意还有三分钟比赛就将跳球开始 这两支球队其实有一个数据需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其实也是我们这场比赛去观察整个进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这两支球队在前面打过的八场比赛当中所体现出来的防守能力都是比较差的 一个排在联盟的倒数第二 一个排在联盟的倒数第三 同系队是排在倒数第三的那一个 然后新疆队是排在倒数第二的那一个 所以可能对于今天这两支球队来讲 他们到底是说把自己的防守 面对同样防守不好的对手去改善一下 还是说我用更强烈的进攻去来摧毁对手比较薄弱的防守呢 江青正老 您的建议是什么 你让他改善防守我估计是时间有点紧 时间有点紧 有点来不及了 还是以攻对攻嘛 那就是看看今天谁攻的好 因为两支球队在前面体现出来防守能力都比较差 那就是谁攻的更好 今天获胜的概率就会更高 没错 那我们也看看吧 而且两支球队的比赛的风格特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新疆队打得非常快 他们的快攻得分是排在联盟的第三位的场景有25.5分 我们来看看今天同一队给出的先发 王主瑞 孙中孝 孙明杨重回先发 王瑞也打到先发 还有西里江 这应该是他们一个比较在人员健康情况下的完整阵容 于德豪 阿布杜莎拉姆 今天于晓辉上先发了 还有艾兹麦提和麒麟 在卢土佛拉今天继续没能报名的情况之下 朱传宇上一场比赛表现应该是让阿比江知道不满意的 所以让上一场打替补的于晓辉顶上了先发 于晓辉上一场打了25分钟 拿了12分 七投五中 表现非常不错 22岁的年纪 2米13的身高 跟对面的孙明杨应该说是旗鼓相当 孙明杨也是从新疆队效力多年 经过广州的几年之后 在同系队现在成为了一个球队的非常重要的内线球员 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话讲 两人球队的风格不一样 新疆队打得很快 他们注重的是快攻反击的得分 还在联盟的第三位 而同系队呢 三分投的很多 同系队的三分出手数和命中数 都是高居联赛二支球队的榜首 那就看看今天两只球队谁能在进攻端 把自己的这个进攻特点打出来 像刚才教练之道所说的 防守呢 不是一天两天一时半时能够改善的 那今天对手的防守也不好 那我们就对攻吧 看看两只防守都不好的球队 今天谁攻的更好 那获胜的概率就会更高 希尔丽江 这也是以前新疆队的老队员 当然 后来转回到了广州打了两年 对 又回到新疆 然后现在又来了同西 当时的这个跟范子明的交换 他跟孙明杨一起去到了广州 双方的主教练 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教练员 那今天看看在排兵部阵上 都动了一些心思 镜头给到了艾斯麦提 非常出色的手感的一个年轻人 而且体格太好了 体型稍微的浑原了一点 而移动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当然他的一些手感 拦下对抗还算可以 对 他的投篮手感是真的挺不错的 反正现在是以小球为主 就不知道他的移动速度 能不能跟上整体节目 还行 他跑挺快的 不是 我说的不是 你说今天 不是 我说的不是他跑得快 不是跑 他是短距离的来回的启停启停 这种 阿布图沙姆今天看看开局 怎么能够更快的进入状态 他前面的比赛表现的 有的时候的入局会比较的迟缓 跳球 比赛开始 这里是由咪咕视频和中国移动摩拜盒 为大家带来的新赛级CB常规赛 第九轮比赛的转播 新疆打同西 我们来看看今天比赛 新疆队的第一弓 开场是一个被打 麒麟来打西里江 利用自己的身高打成了两分 没有篮下的补防 麒麟非常轻松的转身 抹进篮下 差点一个传球失误 这边打孙明杨 还是篮下 盖了一个 我们看看于晓辉在开场之后 这个第一房做的是不错的 应该再往里压一下好了 是啊 而且转身是硬起了 不要勾手 嗯 嘿 这个球紧攻犯规 起里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抬肘动作 今天的主裁是郭南老师 对就这个球啊 这球不要勾手了啊 再多再蹲一下就硬起 晃一下硬起就ok 嗯因为一勾手其实暴露的这个球的面积是太大了 他的勾手不是说勾手 他那是半勾 半勾 而且还在身前 有点小抛 哎 你这容易被删 哇 这区的怎么倒地 啊 连续的利用一五号位的掩护配合 王索瑞投中了三分 呃 王索瑞呢 我们都知道三分其实不是他的一个特点 但是这个赛季投的还行 35.7% 上一场更是三投两中 你没办法 你到了同系队你不投也得投了 对 整个队的打法就是这种打法 啊 我们看王索瑞防 于德豪还是从掩护后面绕啊 这边也是打一五号位的挡拆 往里扎 于德豪失误了 于德豪不应该扎那么深吗 他确实扎太深了啊 扎到大哥的怀里了 再往回传呢 他也看不到队友 嗯 要么你找传 要么你停下来是吧 你都并有两米一 说大哥的协防 是的 延误一下 好球啊 西里江三分非常脆 这就是同一现在比赛特点 我们说了他们的三分出手和命中数都是联盟的第一位 呃 开场的两个球都来自于外线的进攻 来自卖提 绕一圈 于德豪这次在半路停下了 好球 哎呀 可惜了 在篮下于晓辉没有放进去 看来这个左手勾手现在是个难题啊 嗯 于晓辉上一场比赛 我们刚才介绍了啊 拿了12分 四个篮板 另外还有三次助攻 打了25分钟 这是他这个赛季的第三次亮相 老子瑞也是在利用挡拆之后的强突 可惜没有打中 爱自卖提 也没攻进 这应该是抢篮板一个推人啊 嗯 给了防守防的犯规 黄瑞 三个赛季没跟见的伤势 缺习了一整季的比赛 作为球队 在这支球队啊 年资最老的一个球员了 这是通过一个双眼后 其林的三分 天了 哎 篮板抢到 这是阿卜杜开场之后拿到的第一个球啊 把球在二次篮板之后打进 对啊 我现在感觉也奇怪 为什么新疆队现在进攻没有阿卜杀拉木的战术呢 两连续三次吧 应该都是在打一五号位啊 对都没有 这边也是一五号位挡拆丢底腾开空间 防住了 老杜瑞投诉这是一个打手 但是裁判认为这是一个好帽 其实李江强硬的犯规把其林推出去 所以我说你看这不团结 你看到没有 这又是所谓不团结啊 这个球是摸到球了 应该是也可能带到手了吧 一个战术犯规 现在这队里等于是同系队还没排出座次呢 还没排出座次呢 我们猜想应该是一个这个友好的协商沟通啊 因为两个后卫的确实经验都非常丰富 以谁为主呢 包括王主任也在新疆打过啊 以谁为主呢 是 所以说这两人先排出个座次来 对 拿到球希尔丽江 来组织这次进攻 全是贴身防守 拆开来 艾斯麦蒂知道孙明会有三分能力贴得很紧 我们来看孙中笑 墙头 有一个拉人 艾斯麦蒂的犯规 吹了艾斯麦蒂 嗯 这次进攻 三分之后 哎 一样 七分之三出 四分之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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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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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火 热火卡特香刚才已经在死球的时候登场了 就在对面那次犯规的时候登场了 替下于晓辉 是一个双眼后 没有 热火卡特香拿到了篮板球 推一下速度 反击没有 余德豪落真地了 这球优得点大 一下没有在第一时间回来 麒麟 没有 余德豪打王子瑞 第一步突过去了 不错 这等于是 两个大个提高位 把篮下的空间腾给他 四分之三出优势 很快就没了 齐瑞的上篮 有对抗 这个就很有经验 一犯规上表的同时 想做出一个投篮的动作 但是裁判一般不会给 对 陈旭这个派人也很早 直接上王旭了 王旭上了 看来在横球位的位置上 还是有更多的想法 替下了希尔丽江 希尔丽江刚才已经两犯了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被迫的保护 身后 这就是转播头论 来看看阿波杜 孙明杨的犯规 阿波杜莎木也想开了 你既然没有围绕我的战术 那我自己单干 自己单干 而且他单干能力还是有的 没错 毕竟在同位置上 也是国内最好的球员之一 他现在这种结合球呢 其实也变得更好了 而且本来就是一个 投篮作为主要生存手段的 无球队员 所以他打无球很适应 对 CB厂军得分榜 阿波杜莎木高居第三位 郭艾伦和陶瓦林是在他的前面 郭艾伦呢 终于上榜了 之前由于打比赛太少 没法上榜 侧翼的掩护 不换防 全是从掩护后门绕 哎呦喂 走步了 这可能就是比赛生疏吧 我们说了 王瑞尚一个赛季一整季 都没有办法来训练打比赛 这本身也是啊 青少年的时候打技末 打的就是不是很牢啊 不是很牢 因为我们现在在青少年 要求的都是尽量用交叉步突破 交叉步突破 交叉步突破 基本不会走步 嗯没错 顺步的突破是最容易走步的 尤其是个越大越容易走步 对他慢 对 上线防得非常凶 同系队 挡拆 哎 压缩防守 哎漂亮 漂亮 这是来自于阿布杀拉木的助攻 助攻到埃塞麦提 来的下 假投真传啊 嗯 现在同系队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你除了三分球之外 你其他攻击 找不到办法 哎你怎么攻击 还是压线了 余德豪的逼抢 其实是非常有特点的啊 这个赛季场均2.9次的抢断球 连续的迫使对方出现失误 或者是投篮机会不好 我们看看 被帅现在这个暂停啊 应该也是很有必要的 要去跟队员强调一下 失误太多 进攻呢 打得极不顺畅 我们看被帅都没有拿战术板 一直在做这种宏观的指导 一个是除了三分球 你还下来怎么进攻 对 对吧 对 除了三分球之外呢 他们往内线打 因为新疆队的内线呢 是不缺体重和身高的 我们看开场 其实在同系队占优势的那两个三个回合的时候 他是立刻把余晓辉给换下来了 换了一个可能身高没有那么高 只有联末零三的热福卡迪江 但是他能够挤住位置 不让对手完成封线的突破 这样的一个调整才 让他们在刚才那段时间里 应该是打了一个8比0还是9比0 开局的时候一度是6比2 领先4分 那就是10比0 练了俩3分 对 后来就是一直好就没得分 没得分 而且我们看新疆队不断的去 在造杀伤啊 已经获得了4次罚球的机会 希尔利江才一次犯规啊 那给他调下 现在还是要用王旭和王子睿的这个 后场组合 哎好球哎呦 不过这球进了就是好球 对 按道一样应该往前再运一下是吧 打个篮下去 他这个抛头啊手特别好使 还是在这个手感上比较自信 因为篮球 尤其在内线就离框越近啊 命运率越高 哎呦漂亮 王旭的这种垫步上篮 所以说现在你就除了3分之外 你就需要这种突破吗 没错 打挡拆哎呦这这 因为现在同期用的这个阵容 其实是挺小的啊 李工鹏也在场上呢 还是通过挡拆啊 一系列的突破 来看看赵北青 呃第一个是手没有能够打中 三个人围里边空了 再倒出来还是阿布杜的球 金鸡独立没能投中 这球打的有点太着急了嗯 嗯 刘萌萌那个身高啊 1米95要去防阿布杜呢还是 稍微要够的费劲一点 是一个还是偏 在右侧的四十五度 呃连续两个投篮 都有赵北青和李工鹏 两个投手来投出来啊 强分球 王老锐一强断 王旭 我开了麒麟的封盖 暂停之后呢 追分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 尤其是像您刚才都讲的 王李打了 又突破了 你得打两分啊 嗯 两分是基础啊 对 不能光品三分啊 赵北青的犯规 这是阿布杜在争取 是看能不能把这个犯规啊 从裁判那要到一个投篮犯规 把七零一先换下 嗯 歇会 还真是给了个投篮犯规 对给了一个 然后麒麟都下 上 阿尔斯兰和 唐残玉 对位调整 现在由王旭来控制球权 嗯 然后就叫了个拳头 还是通过挡拆啊 不计划了还是太短 他的身高啊 吃亏吃的比较大 1米81啊 哦 防守当中的找人出现问题 刘东呢是 半天才找到自己的这个防守人 补到了正面的高位 刚才是热布卡迪江投了个三分 我没看错的话 应该是他投了吧 嗯嗯 他其实 他应该更多的往篮下走一下 对 他呢有一定的三分能力啊 所以说在那个位置露出来呢 还是敢投的 但是确实命中率比较低的 赛季到目前为止21%的三分命中率 篮球这个比赛中达到30%是没有出手资格的 啊对 对 来看看 哎呦 漂亮 好球 赵方抓药 这个两个助攻都是来最差不多 你看见没有 嗯 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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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迪江就应该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对这个位置 那是你的优势 对 不要老跑到三分前外 现在让他呢去打到这个4 啊 把5号位呢还是留给了更加强壮的艾斯麦提 哎 哎 手交代的很清楚 对哎呀 二次球抢下来 嗯 不过这也说明同西现在也不去对抗了 看到没有啊 对 开始还是一个就是追求三分 现在啊 因为像赵北青这种球员他其实对抗是很好的 嗯 这阿卜路赛拉木又 还是想打了 哎 看到了队友的位置 艾斯麦提就是待的这个位置离得太远了 他应该再往上一步 再往里跨一步就好了 再往里跨一步 阿迪江叫了暂停啊 今天两次自己的三分出手都变成了助攻 阿卜路赛拉木现在 比较 主动的通过一些传道球来带动球队 这是一个新的尝试哎 如果说了尝试成功了 嗯 可能是阿卜路赛拉木以后就会成为新疆队 哎 不是他会成为新疆队的一个新的一个周旗 这样行 嗯 对 现在在反正在进攻端确实也是这个按照核心来树立的啊 确实也是能力最强的那一个 嗯 以前他进攻他只打斧就行了 对 现在你得打主了 尤其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之下 他就是第一种点 以前你可以光打自己打好就OK了 不用管别人 现在你不单单自己打好 你要把全队给带起来 是 这就是阿卜路赛拉木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 嗯 嗯 这也是阿卜路赛拉木现在头疼 为什么每个队必须的定一个老大 必须得定一个 因为关键时刻你知道打谁 对 出了问题你知道找谁 嗯 对不对 没错 相当于董事长一出事找总经理一样 嗯 这也是一个荣誉也是一个责任 那肯定的 你说出事了不可能说董事长去找一个部门经理 嗯 对吧 你不能找保安经理那更管不着了 那是对 所以必须得有一个老大 现在我看阿迪南阿尔导的 数的是阿拉木 阿卜路赛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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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卜路真的是非常的谦逊有礼啊 啊回来跟裁判这个比了一个给嘴上缝拉链的手势 我不说话了啊 看阿尔斯兰 哎呦啊在罚路线的急停跳投 阿尔斯兰在上一场付出直接打主力 嗯 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 16分10个主攻上一场比赛 这是 阿迪南的公主 对 啊 王子瑞 王子瑞 快点 快点 藏2分 没扔进 王子瑞 有点犹豫啊 看这次呢 啊还是先交球 分得不错 我们看唐太玉的机会 好球 啊 有突破 有移动 外线就能出机会 而且当时外线是三个点 看 有多通过王哎呦把王旭给摁那了 两个人去加王旭 哦这个球还是给了犯规 唐太宇命中了三分 刘宗再给挡一下 处理多少慢了 看赵北兴的 好球 这是个内线强打 现在同区队不要缺这个 清华北大两大内线 现在在同区队内这个比重非常高啊 缺这个内线强打 还有一些特别积极的配合 是感觉队员之间不是很熟悉 确实是升一些 哇 阿尔斯兰现在就是回来之后贼准 这阿尔斯兰这以前不是以投篮建场的啊 没错啊 阿尔斯兰以前是以突破和组织建场的 是的 这赛季打下来呢能够看出来 三分球命中率已经到了接近44%了 非常好 需要重新登场 这球吹了打手 应该是吹的是阿卜杀勒 嗯 呃刘东呢还是够高有209 你要是阿尔斯兰他要是一直投这么准的话 那就可就比他父亲强了啊对啊 阿尔斯兰以前是全国组织第一人速度第一人 就篮子是确实是差了一点差了一点哈 不过也是那时候也不用他投 对啊刘一栋那会儿巴一队也不用他投 刘一栋李南张晋松 嗯都是特别随便投手啊 他就组织就行了 26比14开局新疆队的这个领先优势 还是比较快的就积累上来了 这也是从北京首钢离开之后呢 去上海待了半年然后就来了同西在这之后呢 获得了一个自己在这些职业生涯当中 所从来没有获得过的平台给他的机会 确实非常的躲啊 这个赛季的场军登场29分钟 刘卡斯江运过来啊刘东的罩着防让他降速了 看看余德豪重新回到场上 现在西洋队还是通过外围的各种岛啊 对就是这个阶段就是在阿卜杜不在的阶段 漂亮啊 这就是刘东的个人能力啊 走步了 走步了 就是在阿卜杜不在的时候呢 主打是谁 打什么 这是新疆队现在在场上面临到的问题 你的球一定要进到内线 你要不进到内线的话 你后果是什么 对方防线越扩越大越扩越大越扩越大 越扩越大 你打了内线他必须要收缩 是 所以你内线一定要站得住人 但现在西洋队全飘在外头 上杨浩哲了 今天试的后卫够多的 算上杨浩哲应该已经用到了第四个后卫 嗯 西洋里江王子瑞王旭 然后再加上杨浩哲 同西队的小个不少 但是你没发现吗 突分反而打得不多 嗯 这好难啊 啊好在有篮板球 这个很难很费解 你是算一个篮板还是算出工呢 对 他没沾到框 是 嗯 这谁赵百青还是体质性比较高 嗯 啊一小会有上 手臂手掩护 哇 风险往下插 果然继承了阿尔导的速度 哎 二四来来罚球 这现在再罚进了这框 六分现在已经六分了嗯 嗯 因为确实小金刚才所讲的那样 这个赛季他的这个超四成的三分命中率 是最好的一个外线表现了 呃当然由于他 刚才呃之前过去的那一周多 一直都在养伤 看看回来之后这两场这个状态还挺好的 能不能够把这种良好的手感延续下去啊 起码从本场比赛来讲 如果你能在四阶比赛都有这样的打击能力 那对对手的威胁就会变得非常大 是这样打余的好余的好撤梯子了 这个球啊后卫一定不要退着接 嗯 要迎上去迎上接 对 要线路变短 没错你退着接这给防守人 这幸亏这防守人没有抢断 这抢断直接上空栏的 对 对这就是说呃 你像给他开了两扇门一样啊 让他能够更好的冲刺 这都是从小灌输的意识 就是基本功 横着接还是得先关门 对不要退着接 你要往迎上去接 把路线缩短啊 没错 比分落后 还是在两位数之上 被帅把孙中笑调回来 孙中笑呢 在NBL打了很多年 这赛季以这个自由权的身份 签约到CBA的球队 当然这不是他第一次 这个在CBA球队报名了 从新日记青拳队出来之后呢 一直在深圳队跟队 但是基本上没有获得机会 好 张哲来盯阿尔斯兰 这战术没反应过来 一起在喊 都都在提醒 还挺齐的这个声音 不是他其他人都做好准备了 但是你头 你头一把就做错了一下 是 下面没法接了 这孩子从我挡拆 这个现象还真的挺少见的啊 我们来看看西日立江 怎么组组的最后一攻 十秒之内 哎呦 定住了杨侯德 强打没有 那这样第一届比赛结束 二十八比十七 新疆队是领先了同期 十一分 最近每天下午转比赛 每天下午看这个外景的摄像机照的这个镜头 出镜头天天这么蓝真好 来看看技术统计吧 投篮命中率呢 尤其是两分球这一项上 我们能够看到同期队是比较糟糕的啊 只有36% 三分球29% 大球50% 来看看新疆这边的关键球员给出的是谁啊 是阿尔斯兰 今天啊 没有打先发打替补 上来依然是状态火热 两个投篮投的都是飘移啊 这个叫什么 这叫开窍 开窍 我跟你说真是这样 就一瞬间的事儿 一瞬间 他这个这个篮球是东西这个运动很奇怪的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在个人啊 有的人一开始天才一开始就开窍了 对 一开始就啊 就是就是巨星啊 就是喝着球星 就是比如说十来岁开窍 对开窍了 有的是开窍晚点的是吧 有的开窍晚点的 大气晚成 大气晚成 比如说李小勇李之导就说那种 大气晚成 他29岁才突然一下子 打上绝对主力井瓜的人 所以就是 就是还是有一个限制 就是说你得在你的运动能力 还能保证你在场上 有这不错的竞技水平的时候 赶快开窍 所谓的开窍是什么 就你自己在场上知道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 一瞬就能明白了 有的时候你看这基本功技 我们技术很出色 比如让他投篮投三分 训练当中夸夸投十个进七八个太正常了 遇到场上 不知道该什么时候投 就这个东西实际上 还不是说我们老讲的那个词 说这个全成熟啊 有经验 还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东西很奇怪 就突然一下子 有可能有很多比赛积累 但是呢 照您刚才那话讲 就是还不见得能开窍 没错 就是说白了 你积累积累 就一下子打 打同任督二脉了 啊 前场的篮板 松鼠啸 大打小可以吃一下 我这这两次没顶动啊 阿尔斯兰防的真不错 阿尔斯兰还有心 换到对位防守切走 哎呦 唐采宇抢的真快 余东豪这要扣啊 啊 这个东西你好好上一个不挺好 然后后面阿卜杜也跟进了 阿卜杜杜杜 我身上两只手有点晕了 打掉了啊 有点晕了啊 我觉得扣也没有问题 他一定是能够完成扣篮的啊 回头看了一眼队友 然后自己选择了一个扣篮 结果没扣进去 稍微有点尴尬啊 措施了一次队友给创造的 抢劫反击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防守啊 就开始说两位防守 一个倒手第二 一个倒手第三 但是我觉得今天防守 从强硬度上来讲 新疆比同期要强硬 新疆要强一些啊 尤其是这二次来一上的话 对啊 把整个队的气氛给带出来 是 你看你别看他个矮 但是他真是能拼 嗯 就是因为阿比江知道 他一直对这个防守啊 强调的都非常的严格 啊 到了新疆队呢 也是不断的在去强调这个事情 但是为什么防守效率 呃 没有那么高呢 就也是因为确实受 刚才您讲啊 这才具周期离队的限制 二一个呢 球队打的节奏会比较快 回合数会比较多 因为防守效率 它是一个加全值 啊不是说你丢多少分 不是说场均失分 而是你的效率 48分钟之内的这种效率 全场的二二一 啊 区域控制一下你过半场速度 鱼头好有点犹豫啊 差点8秒为例 鱼头好 这守了个联防啊 二二一落回来 二三 应对联防 应对联防显得有一些慢啊 新疆队的进攻 应对这个全场和联防有些慢 只能选择一个非常糟糕的投篮 好球这一反而 这个攻防同学队算是打成了啊 防成一个自己又公众 而且比分给金刚个位数 没错 法游线一定要占人啊 法游线必须的占人 对不错啊 破联盟还得占 哎出机会了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阿布图大人带走了 法游线必须的占人 是 阿尔斯兰今天三投三中 拿了八分了 哦十分了 十分了 三分球进了两个 这个我没数错 那就是两分球进了两个啊 哦还到底他有点滑球是吧 同时现在也学精了啊 你看他不一味的追求三分了 太晚来下去了 没错 毕竟离篮越近没有人越高 所以现在是一直虽然领先 但是拉不开 嗯 好球了 掉的哎 干扰球了 艾斯曼提啊 这个转非常聪明 我们看艾斯曼提掉这一下啊 正好越过了刘东的头顶 干扰干扰 西尔拔起来就扔好球 啊西尔里江这个赛季依然保持着 在34%以上三分命率 场均出手超过十次 今天啊 五中二 已经有五个了 还是艾斯曼提来测移啊 哎呦这球给低了 哎呦这球不应该给了 反击多打少 上 不错啊 这就是孙中孝 在NBL呢曾经当过登峰王 自己的个人工 从投篮到冲击篮下 呃各项技术其实都是很完备的 导出来一个低脚的空档了 好球啊 这个联防已经连露两个三分了 还都是在防守的右侧 看看下一个回合还要不要守 好这么看其实 手的必要不大啊 因为新疆队工联防有自己的套路 现在 这球你能怪别人吗 这球球你自己传丢了 哈哈哈哈哈哈 把赵北青换下来换上了孙明杨 现在啊新疆队防守策略很很明白 嗯就是意见的 嗯那个一遇到万一希尔丽江就是夹击 一遇到希尔丽江就是夹击 对啊我让你就是不让你投单分让你传 嗯因为希尔丽江处理球的是有 有时候不是很成熟 对啊经常会传丢 哎这个抢断不错 好往上给 选择一打一小打大啊 孙中小我们刚才讲过他的突击 其实是技术很好的 对 已经连拿了四分的上篮球了 而且分差收到了七分 现在必须要起码遭犯规了该啊 防守端呢换回丁人 这球吹了 希尔丽江 确实他防爱自卖提爱自卖提 太宽了绕着一圈很费劲 嗯 嗯 是李江今天开场显得其实是 有点急的有点兴奋啊 这一般打老东西都比较兴奋是 呃不错的变相 哎呦 这个打板三分是 因为就是防御得好 隔着球队 其实是比较清楚就是 他没狼从后边绕啊 不从前面抢 所以给他一个三分机会 他自己打板头重了这也不错啊 十分 点一下 因为希尔丽江三分还是得防的 还是得扑的 所以点一下呢 安斯曼提起飞 希尔丽江过来上一空玩 连续跑八字 挡出来一个机会 再挡 连接了三次掩护 抛头 哎呦 呃可以多想外线看一看 因为刚才风险在外面其实有一些机会 哎 哎 哎 看徐徐徐跳 哦球掉了 前场球 这球好 孙明杨 在军功章当中能分到一半 这两分就有他一分啊 嗯 挡得结实 哎呦 飞起来了 横着飞 现在对于那种主动找手打了 裁判也不推了 对 外提哎 标志性的边角后仰三 后仰头 中头 你别看那块的 他头的也小中头 小白脸还真挺准 他手好使 特别的 他手背儿柔和 手很软 对特别软和 哎 哎 哎呦 这是怎么回事 拍了一下 啊不拍了一下 哇 这你是要钻 这个 加加击防守 没钻过去啊 新黑犯规了啊 嗯 这球又闪了 这进攻打的是磕磕绊绊 没钻过去啊 没有啊 对 没钻过去啊 给我 来 在过去吧 来,翻一下 变球 麒麟来防王主睿 这一下是王瑞在受伤之前 他最标志性的动作 这给也太高了 于德豪 天哪 这周期也接不着 太高了 于德豪 还是失误有点多 于德豪他以前什么是特点 是组织快攻冲击那一下 他是特点 现在也是冲击的比较多 但是现在呢 一个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 第二个是新疆队本身 现在上球也不像以前那么快了 对 而且跟进的人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所以我觉得这打阵地战 包括一些这种战友 阿尔斯兰吃上的再多打会儿 王旭 身高受限 差点失误 每个球都投的太难了 新疆队的防守是真到位 很勉强 而且彼此之间缺少联系 你发现没有 同学 除了一个给持续人掩护 就没有那种空位掩护 你看这种球 就是因为他对有球的压迫非常大 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出球 而且这个队友竟然在场上来讨论战术 对 对对对 这个是非常不应该 你发现没有好几回了 刚才王旭又开始跟讨论 就是跟自己的队友讨论战术 你该往这走什么的 对这是不对的这是 这平时早应该训练都跑好了的 诶 比赛是你用战术 不是你讨论的是吗 是 挡一下 没机会 第二机会 好点 同靠个人能力 呃全是非常有压迫性的 一丁一的防守 哎呦强转啊 还有两秒 我打的 孙中笑 应该是阿布杜说的吧 他说他这就是怕这个年轻的队友啊 去跟才曼去来争执这个球 他他立刻就说 他说我打的我打的赶紧防守啊 这就是一个现在对那 有点领袖气质了 对该有的样子啊 有点领袖气质了 是 两秒钟 有没有笑 24秒超时 贝帅说你得看 呃可以挑战 那贝帅要用这个挑战了 先别那么早啊 你先让裁判自己判怎么 对对对对 先商量商量 因为当时是 在追踪位的是今天的主裁 关朗老师 然后刚才吹有效的是 这个中央裁判 哎呦 看哪 0.1 0 和 出单题 出单题啊 因为 没到这个 没到这个 到底看球 出门出手 看不出来 你知道吗 这个 只到了这个毫秒啊 没有到这个微秒 就是 确实会比较复杂 这边这个表也可以看啊 我们来对比一下 看这个更近的机位 哎呦 再倒两针 啊 0.1 这还有0.1 这还有0.1呢 有点1 哎呦哎呦哎呦 真是 要出手没出手一瞬间 这谁都可能不太能在这个镜头当中 很快的看清啊 这个两三半也没有 哦 做出决定了 两三半已经做出了决定 挑战成功 挑战成功 三分有效啊 郭南老师是认可了 被帅刚才那个挑战 但是这两秒钟确实是 啊 前面 拖的有点慢 我这确实的拖的慢点 你想这都有这个 这个来回回放呢 他看半天都判断不出来 对对对 麒麟就上了 看来是同期要守全场啊 我把余晓辉换下 换上了 这是一个临时的换身调整啊 看到了对手 在场上的人缘分布之后呢 哎 做了一个改变 还是全场的二腰 还接连防 刚才那 两分钟的连防守的效果不好 对对手连续投三分 看看这次 阿尔斯兰 突破分一下 艾斯麦提 就他这个垫脚后仰小钟头啊 特别稳 他是先撞一下 哎对抗一下 你跳不起来的这头 而且这两个全是压压手头 是 对吧 而且双方看来有点真火的胆子 哦 你看到没有 对抗越来越激烈 是 同系队以前其实是躲着对抗的 哦 但是今天我干也是没办法 也是逼 也是逼上梁栅 逼得球拿下 没错啊 哎呦这个球 我们看看麦九头啊 反正他拨球那一下是真好 啊 孙中笑打得非常明确 我就是往来下突 出然后去把篮下空切接传球 现在还是守联防 转一个方位 哎 这个滑游线一定要占人 哎呦 转身啊 抛一个 篮板球还是阿卜杜的 篮下同系队占了三个人 都没有抢到 拨出来阿卜杜的球权 这周仗势深刻 阿卜杜的沙拉木 应该两本零五五左右是吧 嗯 一个三号尾 但具备了四号尾的身高 而且的弹跳和力量相当好 嗯 哎呦这球哦 感觉同系的队员吧 彼此之间很有欲望要打好 而且能力 哎 个人能力也都不差 嗯 但他们现在真是缺乏整体 啊 你看刚刚那球传的很漂亮 当然没有意识要能吵了 没接住 嗯 呃 因为其实球队呢 我们说这两年选来的新秀非常多 再加上有大量的 从其他球队交流来的球员 呃 时间也都不长 所以 从他们主主要的轮转人来讲呢 就除了王瑞 啊 啊 一个人 剩下基本上都是两年以内的 在队的队龄 所以这个就相对来讲生一些啊 不太熟是吧 呃 然后呢 由于有着 挺好的选秀权 所以他们来选来的这些新秀呢 比如赵北青和刘东 打的这个时间也都很多 这等于说其实球队在 比赛当中的这个磨合 更多的要跟一年级的新生来磨合 等于是把 就是自己的体系行不成 嗯 等于是同学队的体系是把各自的体系融合在一块 对 这还是守联防 现在守的应该是三二联防 法球队还是要转人 哎 对了 哎 对了 转身 得瞄蓝 这就对了 你对 你得转身啊 你不能 用后脑勺对着篮筐啊 这两次联防又手俩回合 又丢了俩球 嗯 我觉得被帅是不是要调一下盯人了还 盯人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啊 哎 孙明接过来再往里掉漂亮 哎 这个球打得好啊 孙明打得真聪明 这阿卜杀拉木现在方规数可上来了 嗯 嗯 我们看横洞的接应 就直接掉赵比青呢 里边有阿卜杀拉木 不好掉啊 从中路这个法队线的过渡 一下子就起到了效果 打穿了 这个战术 我就是同期这个战术 以前是上海老打 上海老打 没问题 打窑在里 有窑名在里的 上海老老是史的战术 当时跟他配的是贾尤中和张文琦 对啊 张文琦打四嘛 对是吧 贾尤中一打四 京城就是个掉球这个 非常棒的基本功啊 赵北青来自于北京大学 今年的榜眼秀 还是全场房 那回来找不着人了 上线扑的人太多了啊 也就是新疆那没投进这个空位 现在比分慢慢的也缩减到了 八分啊八分就刚才那两次罚球 对好的 这俩人哎呦聪明啊 这是先是先是一个撤梯子 然后一看对方下盘挺稳啊 没上当马上手就把球给打掉 哎 爱自曼提真灵活啊 全美洋反应也是够快 再打 这双方反正是 打得都很生疏 你发现没有啊 这球老是在双方的手指尖 钻来钻去吹的 你不知道被谁给抢断了 反正是 对之后一个碰的 还真是 真是赵北青碰的 真是赵北青碰的 没碰没碰 条件反射这是 这个肯定是先推诿一下 最后看怎么判断 嗯 哦海守联防 海守联防就看看 滑油线一定要上人哎 刚才这两次攻的都很顺利 新疆队啊 重新海守哦选择了超越哎呦 阿尔斯兰今天第三个三分球 这阿尔斯兰要这么打的话 我觉得 呃 他一直要这么打下去的话 真的这个这个这个 我觉得未必不行 能达到他父亲的高度 嗯 没错 王主睿强突大个打不了 身体还是差不了 真快 他确实是快啊 你这两个腿 倒得跟风火轮似的 哈哈哈哈 哪吒 哎呦好难 哎这球上镜好难 这下领先到了13分啊 三分接反击 是 看这个防守就是 同学队三分又漏了一个之后呢 又变盯人了盯人找人还出现问题 换防 啊其实是孙明杨不应该退那一步 他应该 再顶一下 哎呦我再顶一下 或者侧面再 对 再护一下 嗯 他这一撤 阿不动一下就看到 露了空间了 露了个空 被摔极了 又是生气啊 你看都不用战术版 说我们 我说那意思就是 我就画啥画 说这不是技术问题 对 也不是战术问题了 这个就是你在场上注意力的问题 然后思想统一的问题 确实是今天 对于同系来讲 非常好的这种比赛 去取胜的机会 啊 被摔这种愤怒呢 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队员们在场上这个执行是 呃 稍有欠佳的 这个后卫不断地在试啊 现在甚至放两个一号卫在场上 就是为了能够让 比赛的调配更合理 更能够按照眷联的布置去走 但是新疆对今天的防守端所付出的 这个努力是真大 第一次 半场还有不到两分钟时间 可以投了 这个球流动没有太果断 没人防 再给他 这球有点烫手的感觉 你发现没有 王旭 最后还是靠个人能力 最后全是靠个人能力 这王旭速度也不慢 你知道吗 太快啊 而且王旭呢 其实投篮也不错 对 他有一手好篮子 他的三分 只不过现在一直没有机会 这种 望里看啊 高低远没打出来 外线 不是刚才是 艾斯麦提 往里边要给热布卡迪江 没给过去 不是是王旭在防内线 错位了吗 是王旭 去以前就比较看好他 为什么这孩子第一是打球拼命 第二是脚底下快 第三是筋不攻扎实 给他个机会 以前是没机会 你看现在一到同期只要给个机会 马上是 是吧 给点火花 马上就能灿烂 刚才也说嘛 就是从北京出来之后 在上海待了半年就来到这 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遇到过的最好的一个任他发挥的平台 真是教练给机会 所以他这个赛季各项数据都是生涯最好的啊 14.1分 还有场均的6.8次的助攻 三分球像您说的也是很有特点 投出36.4% 他来挺准的 挺准的 一直没机会 现在报名身高才写了1米79 王旭啊 哦 现在说实话了呗 哈哈哈哈 哎 以前你查的是写的1米81的 以前1米81哈对啊 新疆的球 啊 还是斜根矮了啊有可能 新疆得叫一个暂停 嗯 嗯 切索複利贷 切索複利 不要看 便宜 咦 站起来時接到 十分的分差 来看最后半场的55秒 看布置了个啥 看布置了个啥 换防 直接扔了20类 这个还是有难度的 防守他队员太高了 这球传的真不错 好球啊 这个长甩 赶快抢一个 34秒还能抢一个 不是你抢一个完了之后 还能再打一个 对得有两次进攻 你这个完了 你这个别抢了 三次犯规 房里掉 因为就是犯规数还没有累积到 东西队这个犯规才是本节的第三次犯规 哦 这个球是来自于刘东的长甩给到了赵北青 清华北大的连线 两人在这个赛季在选秀当中都极被卡住 看好而且到了同一支球队 这球队举厚啊 这球队举厚啊 12秒 这有三票啊 打希尔利江 前面试一试碰到了二三的腿 最后出了边线 二三意思是希尔利江碰的 对 要求挑战 啊还真是碰希尔利江 对啊 这个很明显啊 看了 不这个指导太明显了 你知道吗 用不着看回报了 最后一秒的出手没能命中 看看 这边还有一攻的时间 两秒 一秒 啊 没有跑到 应该是更早的去出手就好了 52比44 8分的分差 新疆队领先 结束了上半场比赛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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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昨天 我们来看看半场的球队技术统计 从篮板球这一上上呢 双方都差不太多 三分球呢 新疆队进了六个 同系队进了四个 今天这个三分球 其实跟他们正常来讲呢 就像您所说的 他们打得比较少 这个三分球的战术 今天打得不多 而且也是新疆队着力去 限制的对手的进攻手段 导致今天同行队 可能很多的球 要通过篮下的突破 来打两分 有点不是他们寻常的 那种大量三分的比赛策略 那中场呢 我们回到演播室 还是先给大家来通报一个福利 看CBA上咪咕视频 选新好物上咪咕商城 CBA周边衍生品 满100减15专场特惠中 点击视频下方热门按钮 即可进入购物 一起为新赛季助力打扩 这个比赛 其实刚才一直在 跟教练之道不断地去交流 就是双方其实都在 防守端通过自己的努力 想去限制一下 对手的进攻 也都知道可能 我们防守之前 从联盟的比较来讲 不太好 但是如果说 今天这场比赛 就单论本场来讲 一对一的防守 这种两支球队的 防守的较量 到底谁好呢 您是会给出一个 什么样的选择 感觉如果从对抗上来讲 应该是新疆队占优 新疆队占优 但是后来呢 同期队倒是也没有太软 有一段新疆队占优 对 到后来真人也打击了 同期队就不用教练布置 自然而然的就全冲上去了 您看 是吧 没错 而且是 大双方用身体尺度都不小 打得很激烈 都是在裁判容忍度 就是踩着线的那种容忍度 在对抗 包括各种的那种身体 强硬的这么顶啊 撞啊 对 全都用上了 为什么 他们都渴望赢这一场球 没错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观看 我们为大家带来比赛转播的同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加入 咪咕视频 CBA官方粉丝群 趣味活动 精彩分成 更有神秘好礼等您来领 那刚才呢 说过了防守 我们可以就着这个比赛的极紧 请教练指导 跟我们来说说两支球队的进攻 因为从比分来看的 新疆队是领先的 他们一定是那个进攻 打得更好的球队 所以说从同西的角度 我们先来讲 同西队这半场比赛 您觉得他们的进攻 首先我们刚刚来看 40%的三分球命中率 这对于他们来讲 是不错的 他们赛季命中率35% 投三分球最多 近三分球最多 35%的命中率排在第九 但是今天呢 投的没那么多 命中率还比之前好 有点不是打着自己 平常的那种进攻的方式 您觉得这是被迫的 还是一个主动的选择 他们为什么在上半场 得分不如对手 这应该是被迫的 被迫的 因为外线 西队内防了很死 尤其是对西队里江那一点 全是夹击 对 我逼着你运球 我逼着你传 因为 有时候西队 他处理球的问题 不是说会出现一些问题 不是很牢靠 但是三分确实很准 是 我就不让你投三分 我全都加低 逼着你处理球 所以说失误也不少 上半率也不少 对 而且同西啊 我觉得他这个 个人能力是绝对有的 全的个人能力非常的 非常的强 但是怎么能把这五个人 粘到一块儿去 对于来进行一些整体战术 现在应该是被帅头疼的 对 因为他们各种有各种习惯 你看是吧 有从北京来的 有从新疆来的 有从上海来的 有从甲壁来的 有从大学来的 对 好家伙总裁12队员 咱一看属地都有七八个属地 对 新疆队那边还相对来讲 属于特性比较明显 你这好七八个 你这就没办法 新疆队们可能也有外队拳 他打的时间很长 对吧 而且大量的他们在二队打 特别熟的这些年轻人 现在成为主打了 对 他们一拨人 对 彼此熟悉你我 对 而且彼此从接受一个体系 你这不行 这清华体系那什么体系 北大体系什么体系 对吧 手钢体系什么体系 你包括新疆体系什么体系 对 你都在背帅很头疼现在 鬼才把他挪挪 你们什么体系 我给你融通一块 是 这个回炉可费劲了 哎呀 教练之导发出这样的感慨 确实是现在可能缺少一个 能够去真正引领球队向前走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西日立江作为这个球队 经验最丰富的老将 也是球队的真正的这种精神领袖 这种核心 他在比赛当中 其实是打二号位的 对 这个核心后卫的这个位置 对于比赛来讲 非常的重要的 这个核心后卫 我们看今天 王旭呀 王子瑞呀 不断的去调 甚至在刚才有一段时间上了杨浩哲 就是你不断的去调这个核心后卫 就说明 其实背帅也是看到了您说的这一个问题 就是他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能在场上 帮助他来贯彻执行战术的人 而这个人 不是西日立江 西日立江是个终结点 更多的点应该是出在 在后卫调整下的整体的进攻 他们有了非常好的团队能力 这是他们之前比赛所显现出来的 但是投篮能力的展现 还是需要后卫的调配球 我们来看看 贝西罗维奇在上半场 已经发了好几次火了 在中场的时候 能不能给到队员一些精神上面的信心 让他们有信心 在下半场把比赛更多的搬回来 那在 还在今天的这个中场休息时间 还有一个口播要送给大家 看体育上咪咕视频 尽享全量NBA赛事 您可以通过购买联盟通 球队通和单场付费三种方式 解锁新赛季 NBA观赛新体验 大咖姐说 强荡节目 尽在咪咕视频NBA 我们中场的评论部分 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 稍事休息 待会儿回来看下半场 看NBA全场次直播 上咪咕视频 上咪咕视频 新赛季NBA已经拉开帷幕 大家好 我是杨剑 我是苏群 我是张庆航 39队共庆NBA75周年 一时七手大球星 恶灵风骚 好戏开场 请能错过 群群独入 尽在咪咕视频 精彩尽在咪咕视频 精彩尽在咪咕视频 C杯常规赛 第八轮五家球 第五位 高尸炎 将迈克·杰克逊的太空布 绣得如此潇洒 倾倒云云众生 自然是不在话下 高尸炎蝴蝶穿花 进现绝代芳华 致敬答案F3 零度角急停单拔 转身而去的瞬间 已是咫尺天涯 第四位 陈盈俊 见过飞车送外卖的 没见过用窜天猴 送外卖的 外卖小哥 陈盈俊 服务周到 风雨无阻 快速准时 货品完好 一套煎饼果子 从天而降 让著名阵 大快朵一 第三位 神子杰 林某好准备双手 贯框掀起 惊涛骇浪 不料主角总是在关键时刻粉墨登场 昔日兄弟神子杰瞬间反目 绝情大帽两度挥出剧掌 这事态炎凉 怎不让人黯然神伤呢 第二位 张震灵 宁波队观山万重 张震灵激情汹涌 如入无人之境 火箭升空 又似寒假长风 划破仓穹 有道士 金林起石 池中雾 一遇风云 变化龙 第一位 李天荣 有一种飞越天际 摘星揽月 叫做宅艺 有一种360度梦幻风车 叫做王瞳 有一种大尺度 单臂战俘穿越时空 叫做李天荣 这一扣的风情万种 不负上海对寇兰王的传承 欢迎收看 永一股体育自制出品 每周CBA 五嘎球 第五球 重返赛场第一晚 无奈沦为背景版 手袖撞墙 碰一鼻子灰 年轻人 欢迎来到CBA 第四球 远看一瞅 背后运球 朱兰特 仔细一瞅 拱着三人上篮 杜兰特 我带的不是球 带给你们的是 欢乐 第三球 假号反跑 接球就是一记 背后妙传 教练 我的我的 最近上火 眼睛有点花 我让你直接投篮 不要传 不是妙传 跟你说话真难 第二球 我们来看 林一阳 急停急起 单臂 大力抛头 年轻人就要我行我秀 把所有烦恼 全都抛到板后 第一球 你得吃一欠 掌一掷 看我无科 如何见机行事 超级 迷你 小高手 关上林一阳 那扇门 我要做 尼亚的战神 一起来看 第零球 之前发球砸自己的 是我少见多怪 这个发球 更是在我意料之外 什么 没看清 太快 这要不是其他队员还在 我以为我看的是扣篮大赛 负一球 马力克抢盾之后 背后换手 360度转身单手冠 你做这种动作 能不能别做一半 我们那么多遗憾 那么多期盼 挥之不散 等等 还有负二球 九号新秀 刚挤掉阿日的上场时间 就惦记上了徐杰 这个正牌中锋 徐杰满脸心酸 也不能反驳 只能咬紧牙关 看来这位也是 滴酒不沾 哈喽朋友们 欢迎回到我们为您转播的 新疆同袭比赛的下半场 下半场是有8分的分差 新疆队领先 我们今天的演播是请来了 将军指导为我们来做比赛的点评 镜头一直是对准着 阿尔斯兰和阿布杜沙拉姆 两个人都是拿到了不错的得分表现 一个13分 一个15分 而且阿布杜还有5个助攻 下半场开始 新疆队先攻 王旭先上 哎呦 哦 人仰马翻 多打少的机会 西尔里江还没有起来 漂亮 阿尔斯兰逊在这个篮是真好啊 现在是真准 真准 这就是跟他赴那一比 有点清出一篮是胜一篮 哎 嘿 对啊 现在是吸热控制球 还是挡拆啊 现在我感觉从吸 哎 球传的不错 哎呦 呃 这个球 其实不太应该啊 刘东 这个球 最大毛病你知道是哪一点吗 嗯哼 他应该左手上来 啊 但是现在好多拳 就是这个弱侧手 对 这好像不太会左手上来 这就很麻烦 哎 刘东又靠自己的防守 弥补了刚才自己上篮不进的错误 嗯 挡一个 拆进来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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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哎 自己上篮不进之后啊 非常积极 从防守端到进攻端 跑中距离很长 有关有关有关 这是个无球人的掩护 千万不要上手 这就是你在这种 呃 有强度的防守和犯规之间 要拿捏好度啊 嗯 这球 这球衔接的不错 哎 阿波罗刹了木 好 把球传出去 群立员 扁一下 带头 呃 感觉他没有充分起跳 他一般是跳的到最高点 然后再出手 哦 漂亮 好球 哎呀 这球打得漂亮 这是一个利用 急停急起的一个速度啊 造成了一个视觉差 哎 最后上篮 对 董太玉 再来一个 确实是投出信心了啊 他已经 进了 三个了 四个三分球了 四个 哇 十五分球 四个三分 好球 漂亮 啊 看着上面给下面 西里江在下半场的时候啊 更多的去组织了 这一组织呢 球队的运转变得很顺利 落后七分还要上发球线 现在是为什么 现在是夹击那个 西里江夹击的太狠了 嗯 所以说只要你下车那么快 马上就有机会 对 而且新疆队现在的 就是轮转调位 嗯 非常慢 因为一侧协防这一点 老是回不来 是 双方现在只差六分 啊 齐连 哇 对三分投篮的犯规 那这样的话 刘东已经连续攒两次犯规了 在刚才这两个回合里 而且这个是三分犯规 嗯 确实是犯规了 而且 嗯 对 犯规的还挺 还挺大 罚三次 齐连今天这个得分表现 是相对一般的啊 齐连是球队最重要的外线攻击手 呃 这个赛季场均16分 过去两场比赛 一场21分 一场20分 三分球是14投7中总计 那今天打到目前为止 他第一 获得的机会没那么多 呃 我不能总这么掉啊 哎 别掉 尤其是隔卫 阿布杜 好球 阿布杜 他这个 他这个手腕非常好使的 你看见没有啊 他上这种篮 尤其上反篮的真是好使 嗯 看王旭 哎呦哎漂亮 哎这球所有的反射注意力 都被刘东给吸引了 刘东一个人挡了两个 都想去补他那个点 而赵北青呢 从三分线切入 王旭这个球传的也贼 对 能看到 哎 王太玉都出来 他有中距离 没有 看这个快空能不能打出来 冲篮下 哎呦 这球不应该啊 孙苏孝 冲的很好很猛 但是这手到最后是没控制住 嗯 转换三分唐三玉的 没有 篮板 哦 这应该吹的是 吸热的反规 就是吸热是赵北青的反应 是他们两个关门这一下啊 都下手了 我这你看镜头给谁 啊对对对对 镜头给谁基本就吹这犯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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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现在确实是 这两个队的防守 确实都是问题 嗯 老是 三秒区里面出空位啊 哎 就是打的快吗 双方都在打这种转换 都是推转换 你的中锋回不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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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雨的豪是替了 走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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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型放慢了走步了 脚底一斤要有根啊还是怎么着撑了一下吗 应该是反正是 没什么大事嗯 比如说没事 五十九比五十一 八分的差距 现在是全场跟防 全场跟防半场紧逼啊 哦 差人断走 一道半场就逼上去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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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小哥防下来了 哎呦 大哥打小哥低一定要站稳 哎呦 其实李江这头上得太冲了 其实这几次犯规了 就这么打下去 我估计坚持不到第四节了 第三犯是第四犯啊 啊 哦 第四犯 第四犯 嗯 哎呀 这还有八分多周呢 第三点 嗯 好球我凡的不错 漂亮 控当 命中了 现在同期就取得了这个机会 哎 同期很多投手 但取得这种机会 哦 阿卜杜失忆要换人了 他自己这个腿还真的是有点问题 跑不了了已经 一个犯规吧 那就赶快来一犯规啊 哎 坚持 你看这掐啊咧嘴的样子 应该很痛苦 熊小投一个 好球 不行了 不行了 可能是真拉上了 哎呀 啊 大腿正面四头肌 哦就刚才这一下 啊这一下吧 这是 应该是撑着了 然后他还有坚持了一个回合 还投中了一个三分球 意志力 嗯 嗯 哦要是正面四头肌拉伤呢 就是其实 比后面的这个国生肌拉伤 要相对来讲恢复的可能能快一点 也是要看程度吧 啊肯定是先的 他是直接回更衣室去检查 哦不是在更衣室 这位三分 还是轻了 还是没有啊 哎 这齐林这球 呵呵呵呵呵 吓一跳啊 打的是真快 这边 走步 鱼桃子这个处理啊 这这这就是你看顺步突破顺步啊 特别容易走步 对 你得往这边放 所以说甭管是老队员还是初学者啊 一定要先学交叉步突破 嗯 嗯 交叉步几乎没有走步这一说 哎 这放球就响起来了 就能快点 不是你要不放球就摔倒了 对 哦这不错 吸引了家机外线好球 漂亮 这就是孙明杨的能力啊 孙明杨这个赛季 不断的去强化自己的外线三分 投的是越来越好 这下子又五分了 孙明杨这个赛季的三分比两分准 44%的三分比中率 哈哈这个投手啊 哇 齐琳 还是没有抢了吧 哎呦淘海宇震动篇 再来 还是不进 李小辉来一下抢的这个球没有放进去 拿下来啊 拿下来 拿下来 确实是有这么一说 你要是空中补篮没有这个把握的啊 球拿下来啊 啊就这一下对啊 你拿下来起码能做一番规 对 这也算规太多了没办法啊 上封线啊换林工萌 替了孙中夏 齐琳今天是不太准的啊 啊行 犯规了 这段不断的靠自己的投篮威胁制造对手的犯规 刚才是罚了三个 这次呢还要再罚两个 通过罚球搞一招感觉 火 这真够不着 因为齐琳的跳投他就是要 依靠他自己出色的弹跳 他永远是跳到最高才出手 包括三分之一啊 而且还是直臂投篮 对他是直臂投篮 直臂投篮这一点确实挺难得的 嗯 出手点高防盖嘛 七分三个板三助攻 发声了 全场 全场的人兵人 王主队 压缩防守 哎不上头了 再给孙明杨一个机会 没有 哎 啊这篮板差点丢了啊 唐太郁 还是想打快 哎呦 漂亮这球 哎呀齐琳啊 这球还是他 起跳点稍微远了 那么一点点 但是这气势一下打出来了 对 因为这确实是 依托于他超强的身体素质 所以说阿尔老这球 难得的这个 哪儿没有进见 没有说什么啊 这球其实他 他要不扒框这一下子 也许掉进去了 就直接就进了 一扒框反而进不去 好球 看着漂亮 比较的空当 自己投了 还是得找啊 王瑞的这个比赛的感觉 还是不好 哎呦 差点走路了 好球 分出来 爱自媒体 上快球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这球这 欧洲部是 欧到陷阱里去了 啊余德豪一直在往后撤 王瑞 哦哦 踢到一下 双方的这个腿绊到一起去了 不太走运 不太走运 走连防 哎呀这球给了 真敢给 这球进攻犯规了吧 哎 这有点动作太大了 热乎塔吉江 抡着一下 确实动作太大了 这球尽量别给 尽量别给 这我跟你讲 这这给给十个都有九个半的食物 刀山球很危险 你看是吧 那么根本前后都有防射人 而且他这个 根本就没有探出半个身子 或者一个身子那个说 还平行的去到他就给了 对 热乎塔吉江 热乎塔吉江这球还不错 还算接着 接着了 啊王瑞挑一下 王瑞这个大伤回来的比赛感觉 建计场还没找到呢 齐柔运出来要个三分 嗯 球有点哎 这 这要什么 这篮板抢了确实是 注意力不好啊 啊 而且你中统抢篮板怎么能给外线呢 给王瑞呢 对 直接起的得了吗 哎呦 王瑞玉 这段双方打得又快又乱 嗯 而且命中率极低啊 嗯 失误也频频 现在看 只要看阿波都他恢复的怎么样 对因为就是 如果说今天这个比赛 后续很难参加的话呢 现在就差两分了 先叫一个暂停 嗯 暗向指导 被帅气的 齐柳江这球真硬 他心理素质还是好的 对 嗯 他不管你怎么着吧 他觉得该投的又投了啊 对 满不在乎的这个气质在场上 其实是投手需要拥有的 嗯 如果太被对手 或者说自己今天的手感所干扰的话 他其实心里一成负担 后面就不好弄了 我们看看 现在分数已经被对手追进到只差一个球 阿江知道 在阿波都现在还不能回来的情况之下 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和调整 打的确实是挺快的 这是新疆队的节奏 但是今天受限于篮不准 而且同学队的防守 就要到我们客观讲 在下半场应该说是明显的比上半场有所提升 这个强度变大 嗯怎么说呢 这场现在目前为止呢 确实是强度越来越大 是啊 而且双方拼的越来越凶 但你没发现吗 命力越来越低 是 事物越来越多 对 啊 这就为什么呢 这是肉搏站了 哦 要给他先喷一喷 因为肌肉这个伤 也不好弄 这 他这种拉伤是24小时之内应该是冷处理 冷处理 24小时之后热伏处理 先冰伏 是吧 血液先都别过去 11分了 四个篮板 七个助攻 正负值10分 顺利的通过了中线 顺利的通过了中线 啊 这一阵子这个联防 突袭手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而且现在赶上新疆队三分球也投不准啊 对 哎 哎这个球是完成了抢断李红棚 要不然你别碰 对啊要碰你就彻底接住他 对 犹犹豫豫的 结果用一伸手 哎 失误了 一个暂停回来 这个ATO的战术是没有打成的 嗯 而且是自己的失误 我们看看 有机会扳平同西怎么来处理 徐利江 墙头三分 没有 还是打快 双方打得极度越来越快 齐林 直接上 也不见 有高度 于晓辉拿篮板 而且双方打得好慌张 哎呦 手给的 还是相信自己的投射 啊 啊 齐林今天是不准了 嗯 唐太玉今天也没开 就是新疆哥要没有 二斯兰的那些三分撑着呀 其实这个比分在上半场也很难领先 看苏米扬的 也是没有 嗯 多打扫机会 鱼龙好把速度带起来 哎唐太玉 大鱼 这上线 中锋出来 下线再补 这个球发出端是漏了 嗯 嗯 其实还是像您说那个 还是应该给下线啊 因为毕竟里边有个中锋 是吧 你这样一给上线到45度呢 这个中锋就只能扑出来 里边再轮转就轮转成风线了 一个是给下线 二是你这个 头三分逼得经过战术 或者突分 对 为什么大个儿 你优势能显示出来 他知道该去抢篮板了 嗯 现在咱们 这两个队伍都是冷剑 啊 就是你想不到的 出给你来一个 大家都反应不过来 那只能看运气了 对不对 你蹦到你手里 就算你点子比较正 如果蹦不到的话 那只能认命赶回房去吧 啊 哎我去 华仲舟换人替了于小规艾斯曼迪上 还是艾斯曼迪和热布塔吉江的 这种内线搭档 这个错位打的 也不能说是错位吧 就是在速度上 呃 赵卫青是有一定优势的 所以他愿意去突一下而打得这样 现在同期队缺的就是这个 嗯 啊 这就是突着打篮下 对 而且到了篮下之后 他身体还健壮 而且还不触这个 对 他不躲 没错 这球往后折一退一步一躲就完了 嗯 防守马上就挺上来 他他没有动作了 对 他是迎着防守去的 就是他他还是比较看重自己的第一步优势 因为确实刚才第一步啊 嗯 过着法杨过得还是挺干净的 嗯 西里江四次犯规 现在场下 找不清今天是 哇这两次发篮哦 两发都有点重 让是科兰博弹出来 西江队还得先四分 这就太不应该了 现在手的还是同期手的还是联防啊 二三变三二三二变二三 嗯 变转向比较快的一个联防 哎呦 这球 这是想助攻于都好吗 我感觉这球是想助攻的感觉啊 张卡将不应该啊 刘鹏也不见 二次球补篮 赵北青现在 虽然说比分 童西队还落后 但是 场上的这种势头 运动员的自己的这种心理上面的 优越感和气势 已经是童西队占线了 阿布朔萨拉木的受伤意外离场 然后新疆队现在找不到进攻端 进攻端的核心 缺少点了 嗯 而且今天赶上麒麟和唐太玉外门三 都不准 都不准 哎呦这伐篮呢三伐凌重 三连伐三个 然后砸的那个地儿应该都一样 哎呦呗 也不是准是不准啊 这把框别给砸坏了 挺贵的 有点犹豫了 哎不错的接应 哎你看起码起码知道头好抢篮板你知道吗 嗯 经常是冷箭是没人知道怎么抢篮板的 对 对 来试一个刚才投一三不沾 这一下纠正了问题 不错啊 看两分还是有的 他有两分 三分球确实投的不准 嗯 嗯 21%的命运率 对对对 这是教练进取了 哎进取了头的 哎呦 哎呦 这个球其实就是像您说 他应该 等一下接 对啊 秦林转换三分 哎呀 越投越离谱 这球头的 今天啊就是没带瞄准镜了 他跟唐太玉俩人都没带瞄准镜 哎呦这球打得 王主队这个操作也是有点慌张 打得真够乱的这感觉 好家伙 两边都很慌 出球输的这狂啊 这这 快攻不进 篮下不进 然后突突突突啊 三分球投三不沾 还剩十秒呢 就扔了一个 没有这是 923也是不耐烦了 你堵着半天打不出一个有效的战术 对 看王子瑞的 哎漂亮 看看赵白青的三分 没有 篮板球拿下 看王旭的啊 漂亮好球 哎这球给的漂亮 漂亮啊 哎这就是对了 一侧接球 那个同侧接球 一侧空切 没错 这打得非常漂亮 15秒钟的时间 最后一次进攻 现在新疆队就祈祷阿波杜沙拉木赶快是伤于复出啊 我们看阿波杜已经在场面啊自己站起来活动活动 阿尔斯兰强攻 还真差一点啊 不打了 三节结束68比66 这一节呢 是同系队占据了场上的优势 尤其是在阿波杜沙里场之后 球队像被打了一针强心针一样 每个人在场上拼的都很凶 三军用命 极其团结的整体比赛 让他们现在已经把比分破劲刀 只差一个球 嗯三节比赛 不过打了六十多分 这比分说实话也低了点啊 对 这比赛能说什么 激烈有余 精彩不足 秦林今天真的是不顺啊 篮头不好 扣篮还 柯兰博子崩出来 没扣进 那个球只要扣进了绝对五加 那当然 对吧 篮板球双方差不多了 37对36 助攻21对24 同系队助攻一直是不错的 厂军是26次的助攻 排在联盟的第四位 这个罚球啊 同系队47% 除了罚球上 从个人上 那赵北青其实得去承担一些责任的啊 连续刚才三罚不中 这三罚你要全中了 现在他们是领先的 但是赵北青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极锦啊 从他比赛来说 除了那三个罚球之外打得非常好 十投其中 十六分 八个篮板 现在这是他的激进 就是罚球呢 之前 两罚全进了 刚才连续三罚不进 接着到您说 是不是因为也是跑的回合太多了 这个气息调不匀 你说他不进他老砸一个地儿 对吧 全是有点重 这个 只能说明这个手感的调配还是年轻嘛 有点问题 嗯啊 而且你看他块都很大吗 对 我告诉你一个一个定律啊 身材又魁梧的发来命律 相对来讲就越低 越低啊 你比如说奥妮 嗯 对对50%出点仇的命律率 对吧 那您就是还不够魁梧发那么准 嗯 我其实年轻时候很可瘦了 可瘦了 可瘦了可牵性 哈哈哈身材苗条 黄金比例 确实是 哎呦 这球又被成了 对的失误 哎 麦提再分一下 好球 他极力的在收啊 他怕对手造他撞人 很聪明的一个球员 哎呦 还是交王旭来扣 哎呦呦小心别别滑倒 嗯 有瞪眼孤护一个 这王主锐 王主锐打鱼得好 我这俩人 现在感觉哎呦 4秒 3秒2秒 碰框了 哎这篮板 常来欲抢到 看是 阿卜杜现在已经坐在 这个板凳席上休息了啊 那看看后面还会不会上啊 因为我们有没有 看到太明确的消息 你看双方 这两个位防守 确实问题特别大 你看他专门露哪啊 啊啊啊 专门露三秒区副中心那块 哦 就所谓的肚子肚子啊 一露就露那一露就露那 你看多少个球从那露的 就是这个一米到三米那个区间 哎呀对 这个是最应该保护的 这多肚子是最柔软的地方 你伤一拳都受不了 你别说 这连这连续的摆拳全打个肚子 全打肚子上 哎呀哎呀 哎呀那可要小心 王祖瑞刚才看到也是应该是不是有点问题 然后也到场下让队一给调一调 希瑟丽江回到场上 他翻译两阀全中 六分啊回到六分 嗯现在王旭在控着球 提速哎 这球传给谁呢 这球没注意到啊啊 提速哎呀 这个进攻打的 好在最后艾斯麦提的手感好啊 关键时刻是托尼带水打的 这个快攻打的真是托尼带水啊 没错 分差又回到了八分 被帅请求了暂停 同西队的进攻问题就是失误太多 不是他们 这个球就是没有配合 对 就是没有配合 同队友之间互相的没有这个默契感 王旭想传啊 结果那个中逢想往里顺 按道理讲 王旭把人吸引走的时候 你原地等着偷篮就行了 你又不是没有人 对 就是默契的问题啊 这个 你要具体怪哪个人 你还真没法怪 各有各的理由 是 王旭说我把人吸引过来了 你还往里走什么 中逢说我来给你抢栏满啊 我给你抢栏满啊 两分的分差很好的机会啊 开截呢又被对手打了一个6比0 全是失误 失误这两次 王旭刚才有一次 王旭之前有一次 深圳和青岛比赛结束了 深圳最后98比97赢了1分 深圳和青岛比赛结束了 深圳最后98比97赢了1分 深圳最后8分 神志杰 应该是扣中了一个 滚绝杀 继续来看这场比赛 被帅啥也没讲 就是批评了批评 是没差点讲的 因为他这不是讲的问题了 你现在讲也讲不清楚了 你不可能在现在 在重新布置战术 那你就 哦太年糗了 太年糗了 哦啊 刘仲安这次的犯规 其实他房子非常好啊 一直在控制着王旭 而且其他的无球人也都没有漏人 王旭接第一下 往里顶 强升 二三万也不进 这球真可惜 这篮下也不能这么打 底角 对篮下一个人没有 三秒了 确实他扎理太久了 三秒区他是有时间限制的 不是自己家客厅你知道吗 不能说待那么长时间 但是他为什么待那么长时间 因为一个人没人防他 这球进不来 对 唐太宇第一下 其实有点想投 但是发现扑上人来之后 只能给身边的队友 而斯兰刚才的表现 也让阿江知道不太满意 把他调下了 现在是这两个位 一次进攻露一两个 你想想这个防守 他能成体系吗 对 也就是阀篮稍微差点 三阀不中了 看这两阀怎么样 证明自己的机会 球分都快上二十了 真挺好的今天表现 他确实有东西 那可不 这榜眼不是白拿的 要篮下有篮下 要身高有身高 要力量有力量 北京大学的核心 就这阀篮反正 今天是残的 刚才这下纠正过来了 二加一打成 现在是差五分 五分 挡一下 看唐太宇也在释手 终于有了 唐太宇也不容易 投中了今天个人的 第二季三分球 看王旭啊 怎么带动球队 投 没投 这也不叫这坏事 这就是孙中笑 想打自己的特点 他的突击比三分更好 冲篮 这球打得都莫名其妙 你这一米八螺的小个 老忘了两米一的脸 余涛刚才这个强打中锋 确实是有点 老往两米一的面前冲 我不知道 太冲动了 是对自己有信心啊 还是就是说 就是教练就这么设计的 这球都是在十五边缘啊 王旭啊 还有六秒 时间 好球漂亮 哎哟 这球传的好 这球也是 赵北青看到了机会啊 往里切入这一下 反正现在等于就考验赵北青的 伐篮了 嗯 上的是伊利弗拉提 伊利这下呢 也没办法了 他得补啊 嗯 我们看伊利的位置啊 哦 这是刚才那个 孙中笑这强突 就是风险这么大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说回头 之前于都豪吐那一下呢 确实是没有太多道理 不错 现在法篮终于走向正轨了 嗯 五分球还有八分五十二秒 我这话说的有点早可能 哈哈哈哈 咱俩爱一种也行啊 啊没敢投 错位啊 错位啊 不要位吗 热富卡西江西日立江在防他 这是1打1的意思 让大家拉开 你看吧 啊 要掩护 哎呦 这事实物太多了 黄旭底角有人 漂亮 造犯规也是可以的 又是造的伊利的犯规 伊利上来之后 凉饭 就是今天 麒麟不准啊 所以 伊利呢 你前面做了三截半 他给他调上来 看看王秀的两次罚球 这是一个lucky ball啊 嗯 勉勉强强 踮进去了 两罚两中啊 现在双方只差三分了 嗯 这是第三次追到一个球的差距了 看看这次 同学队能不能抓住一些机会 吹的防守队 防守队员的犯规 继续两个掩护 连续两个掩护 谭才育照住 强硬的换防 孙忠孝一个回合被吹两次个人犯规 直接是抱头 惋惜 他犯规中还好就这两次 一个回合 一个回合 也挺好 比较集中 来看看 这一个进攻回合的第三次 伊丽弗拉提 这就是我说你做了三截半 你让他上 而且这个把球接住了 把球接稳了再做下一动作吗 阿尔斯兰又上了 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 你不能说做了三截半 最后快到决赛的时候 一把他拍上去 他得多强的心理阻止 这一般是老队员享受的待遇 你知道吗 将队15个15 他赛季场均16次15 今天这会儿已经15个了 哦 这已经等了半天了啊 也瞄了半天了 最后还是没有投进 你知道投进就平了 刚才对 对 77比74 好球 好球 好球啊 唐太郁吧 唐太郁 唐太郁今天跟麒麟这两个 超强的 攻击点啊 风险的攻击点 今天是唐太郁还算 可以 下面场调回来了 而麒麟那是整场都 比较不走运 没找到感觉 好球 好球 三秒为例 三秒 这个球就是孙中笑 三秒 孙中笑等了 说你第一下传给我 不是你还在过 第二下传给我不是 你过了第二个人 第三下传呢 就到时间了 他就没舍得出去 挺好一位置 往外再退一步 然后出三秒去拿着一个小钟头 是吧 对 他没舍得出去 我说我好没切到这么棒一个幽灵位 双方的运动员是需要缓一缓的 比赛的强度非常的大 双方的折返次数很多 嗯 现在主要是双方玩身体都玩的太多了 对抗太强硬了 然后都影响手感了 啊 现在命率直线下降 失误在直线上升 也挺好 嗯 起码能看出一个激烈对抗的点来 对 包括说能够看出来双方军连员 现在在球队成绩都不太好的情况之下 都认为这样一场比赛是他们 可以去想象一下 争取一下胜利的对决 刚才王子瑞就这一下 就还是有点点到脚和顶到腿了 哦 他也是这样吗 这就是力量不足啊 就是刹车系统 鞋底的刹车系统非常好 然后呢 自己没有准备好那么强的 这个制动 稍微有点拉伤 有点像阿布杜那一下 今天是9个助攻 9个助攻 但是得分5分少了点 哦 连路里比较低啊 暂停回来 全场防守 现在是23掌放球权 同期队守的还是联防 是联防 放于德豪子3分 这下传球都贴得很紧 所以你现在既然已经放于德豪 放的这么多了 篮下占了6个人 还挤出去一个 没错 太急了 太急了 哎呀 所以说这就是年轻队员打球 就是球在哪 他们人在哪啊 7个人 一桌麻将 加一桌斗地主 他们7个人 全在禁区里那么 三秒区那么小块地方 嗯 分的还挺明白的啊 就是新疆队现在看看 他们要守住这种优势啊 还是需要得得分啊 你光防也不行 而同期队这边就是 你得抓住这种好机会 对 今天看这意思就是 阿بد今天是不会回来了 所以 剩下的这半截落后 这分数又不大 要不然你就 要让麒麟再上也行 他起码他是个投手啊 哎对对对 他不至于像放余多豪那么放 是不是到底 哎呦漂亮漂亮 这个假动作 假传真上 嗯 这是王旭啊 差三分了 又差三分 这是第四次追到差一个球 一直没有能形成平分 看看二次来 也不进了 因为没有高度啊 就是因为比赛节奏太快了 所以有大中锋也不敢上 所以有大中锋也不敢上 阿湘之招只能上这个 2-0-6左右的这样子 球员当中锋 哎呦 哦 里边要位的 哨子是给到了这 布卡迪江 他还是一号 拉背心罚两次 拉背心罚两次 三分元的声音收得很清楚 他确实是 这是第二次拉背心了 之前那次这个谁 赵背心的突破 嗯 就是那连续两发没进那次 他就是拉背心 拉背心啊 哎呦 有呗 今天多 我跟你讲 今天你要看两队的伐篮命率啊 你看最少的最少的差40%到50% 新疆队94% 同西52% 你看这是 嗯 40吧 你说的一点没错 两发一中还行 但是他们伐球端呢 同西队是漏掉了10分啊 这你你抓住30%你现在也也赢一分呢 对不对啊 对啊 嗯 回来是一个 二三联防 嗯 我们看新疆队的进攻啊 全防是最难突破的 二出来三分 没有 哎呦 来来抢了篮板 哎呦 慢点慢点磕着头了哎呀 哎呦 语德豪 哎呦 幸亏这地板啊 哎呦 这下好散都能听到 东的一声 东的一声 我这个这个地板应该没问题了 啊 对 但是肯定也疼啊 呃 裁判是段小鹏啊 一直在跟余乐豪做沟通 嗯 哇 哎呦这一下真是磕着头了 先是打了一下哈哈 然后又磕了一下 孙中校的犯规 火 还行头磕这下应该还没太重啊 主要是 呃磕到了腰 着地 这也就是余乐豪身体好 嗯 只要换了一个普通人 哎呀伤心动骨一百天啊 真是真是这样啊 嗯 嗯 哦 第一番位 位重 嗯 嗯 嘿提前进线给他再罚一次的机会 哦 啊对啊不能走啊赵白青 应该是吹的 首方提前进线嘛 应该挑过来了吧 哎呦三罚零重 嗯 这吹的是 哦又吹着佛卡提江的犯规啊 那那不就犯规这边直接罚了是吧 嗯 嗯 的确是 任不卡提江这个球有一个爆人的动作啊 对 他先他先有翻个动作了 他先 然后才有后续动作 这比赛打的 反正还是挺惨烈的我觉得就是激烈 嘿已经变得惨烈了 哎呀 今天我发现反正同锡的战略就是 要么我反超 啊对吧 要么我我永远我我永远不给你平局 哈哈哈哈 本来两个罚中又平局了是吧 是是是是 哎呦 违界罚蓝 两罚不中 嗯 双方刚才这一半分钟之内 合计五罚不中 哎呦 是最后啊这是 可以这么说啊这个 今天如果说是哎漂亮哎漂亮的空间 哎这个不错啊把对手的这个防线提高 然后要到了 下面的空档 啊 今天要是同锡要是真输球了就输在法篮上 啊 对吧对 嗯 接着看吧啊 看看王七个三分 没有这段是谁都投不进双方都一样 所以不行就都往里走走啊 所以看场面上很热闹啊你来我往但是比分基本没怎么动 应该他们这个比赛打的会很累嗯确实是 都拼的太凶了这属于玩命拼这不是打说第一档球队的时候 没错那种状态啊这是玩命拼 哎呦三秒两秒 好 好球 这打了个压兽 新疆队又把分差扩大到了六分 同锡队还是在过去的这两分钟时间里没有抓住机会 没错 哎呀双方都有多少个回合没有得分了 这算是第一次打进吧 对对是 哎呀这乍一看是篮球比赛要不然以为是田径比赛 就感觉十个人来回来来回来拉 跑着玩跑啊 确实是很辛苦啊 也影响到了所有运动员的投篮效率 不过总算唐太玉啊 算是关键十个又得两分啊 嗯 尤其是阀篮啊 哎呦竟然是双方四发零重 小太玉拿到十二分 进了两个三分球 而今天先发的麒麟 九投一中 三分球四投零重 嗯 二十三分四十秒 拿到八分 嗯 看来就是阿姜之导对他的这个耐心 在第三节末 第四节初的时候已经就用尽了 就是你今天这么不准 那后面就不能再上 就不太相信他 对尤其是你逢到了阿布图沙拉木殷商离场 所以新疆队现在其实攻击点很难找 唐太玉算是那个现在阵容当中的 比较灵活的进攻箭头 嗯 但是你说你现在不让麒麟上吧 他们现在一放外线都放两步 嗯 放余多豪是吧 放两步那余多豪也不敢投 只能往里突 对 你起码麒麟上 大家知道他也算是个投手 不敢说起码放两步 起码能吸引人 怎么着他也是得对对手的尊重 能表达出来就是往上贴 能吸引一个人防守 没错 现在就很矛盾 看阿尔导怎么选择 阿尔导调人了调珠峰了 上了挥 准备要护荒了 是 西洛的强打 这球打余多豪 8 10 13分了 助攻8个 嗯 13分少点 赛季场景17分 来看看小辉 就是他往里切不进去啊 太瘦了 嗯 赵北青太壮 转身 哎呦 在干扰之下头大 阿尔导调抢到篮板球 西日立将推进 嗯 直接3分 没有 篮板犯规 对 应该现在犯规就罚蓝了吧 刚才就是犯规罚蓝了 因为新疆队犯规早已经满额 对我知道 又该罚蓝了吧 又该罚蓝了啊 现在已经 这回轮到赵北青罚 不是现在已经是五罚零重了 就是啊 就这个罚蓝之前啊 啊对 对 看看这两次罚蓝 看看有没有 哦 看看赵北青能不能打破这个僵局啊 罚球八中四 好啊 一下进了 看看是不是心理上的感觉会好一点 压一下的线 哦呦 二罚明显感觉他想柔和一些 结果轻了没进 三分分差 第五次追到一个球的差距 嘿 反切 唐太宇那个点没有 九秒八秒 再突 给进去 这卡的交 哎呀被切掉了 前场球二点四秒 图续对这个防守 今天真的是 应该是赛季表现最好的一场啊 两点四秒 叫一个暂停 布置一个前场的端线球战术 哎呀 这个法兰成脑的难问题了 真不骗你 以前 给大家知道 愁的呀 大家是没看着这个肢体语言 大家知道是 哀声叹气 拖着自己的脑门 在琢磨 在琢磨 琢磨 您想想什么说 琢磨这法兰为什么不准呢 嗯 也没人干扰 而且白给你的分 固定的点 固定的距离 固定的框 为什么呢 我一直没那么明白 对 因为在 您刚才不是给出了一个结论吗 不是在以前啊 我们的法兰的时候 你就必须得达到百分之八十的 啊 才行 就是你要能进百分之八十 你才能及格 嗯 就是如果是一个国字号的球员 嗯 普通的这种主力群员 就是说各个队的主力群员 你都得在七十五以上 嗯 这是个必备的 因为法兰 以前法兰两次不中 算一次失误啊 那可不 那对手防成了呀 啊 你看这今天要这么算错 今天失误可海了去了 哈哈 屁股那拉的那可就是 你这个差异啊 也得体会这些运动员 我们看一个个儿累的啊 这个脸红脖子粗的 才打八场 哈哈哈 确实密度比较大啊 三会之 今天一分 赵北青 他的投篮命运率 比法兰命运率高多了 哈哈哈 对吧他拔了命运率 现在百分之五十 对 施法五重 嗯 齐林上了啊 齐林上了 哎呦 我跟你说 2秒4让齐林上来 发了个球 我跟你说啊 现在 到了三分钟左右了 差三分比的是什么 比的就是法兰了 你看嘛 双犯规少不了 对 尤其比赛对抗这么激烈 现在啊 而且全都亮红灯了 都满额了 嗯 场边的大饼灯都已经亮起来了 嗯 哦现在不是大饼 现在写着这个 4啊 算满的意思 嗯 原来我记得是个大红饼灯哈 对对对 一个失误呢又给了 这个 这个 一个犯规又给了这个谁 新疆队一个14秒机会 哎呦 哎呦 这进攻端非常犹豫 这法兰将 其实投也就投了 投不进抢嘛 被盖了还能再抢 是这样呢就是一个失误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 投三分命力不达到30%以上 教练员是不会让你出手的 你唯一出手的机会什么 就是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时间马上就到了 啊 哎呀 二刀你看 哎刚才将军之导就是这个 动作和表情啊 二刀也是同样 那我们看看 图西队的机会吧 靠他们的防守拼出来的机会 西热 没有 没抛剑 篮板球 哎呦 西热这怎么了 23抢了篮板 这边多打少啊 西热没回来呢 受伤了 5打4 哎呦 这还是他手好使啊 嗯 但是西热那边一直没有起来 我们看看镜头照顾到是怎么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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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出这么多血 他那下没有勾中 然后下来怎么就碰到了 是不是没骨开了 看一下慢动作 看一下这下啊 哎呦 哎呦 这是被自己打的队友啊 这被自己打的是吧 赵北青的 太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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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的核心都因伤离场了 嗯 这个你还没法说 对吧 这是自己人干的 这是争抢当中 确实是小个站在了一堆大个旁边啊 下来 这种情况非常的危险 嗯 希望西热没事吧 如果要真是开大的话还得缝针 因为美骨的这个区域皮肤特别薄 很容易就开裂 对 尤其面对到的是手肘 手肘 手肘又是 这个 所有关节里最最坚硬的一个关节 一般是打泰拳的时候永远用肘子 对吧 对对 泰拳是可以上肘的 然后 MMA也是可以上肘的 嗯 篮球不容易上肘 那当然啊 但是你没办法被自家人打的那就没招了 对 小个一般抢了满之后 尤其冲抢完之后 嗯 一定要保护动作 为什么 保护啊 你永远是比大个先落地的 对 对不对 你的动作因为你起跳快 你是冲抢 大个是顶抢 嗯 同时跳你永远是先落地 而且大个一落地 正好大个落地之后 他的肘啊或者哪 全都是在你的头部 他只能看到你的头部 对就在头那个位置 你两米一十多 你说和一米八十多 永远只能打着头部 对 你要有经验的话 哎一般像老店有经验 一般小个一下马上就弹开 弹开啊或者是抱头 我出来 雨个豪这个拉伤也挺严重啊 在场面 放松呢 而且我们看到西里江是不是要回来 对一给处理了一下血迹 然后贴了个 透明胶 哦黑胶吗 对 什么透明胶 创个电 透明胶 透明胶可不行 透明胶是胡窗 看来是硬伤 硬伤 透明胶口电 进行一个快速的止血 看看吸热硬汗啊 哎呦这个球吹了阻挡 双方好像两个赛手是不太一样 一个是三秒一个是 一个是阻挡 一个是吹了什么 这怎么回事 哎呦怎么还吵起来了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犯规啊 这场比赛双方太需要这样的一个胜利的结果了 所以拼的激烈啊 主要是已经都拼成这样了啊 但是还是要冷静 不要有这个过多的言语和肢体语言 我觉得今天主裁光丹老师的这个控制就非常好啊 先来平复运动员的激度心情 然后再来说 我们看这下 一步 他没有走步 真是半倒 半倒了 对他没有走步啊 看看回放 嗯 看是不是故意上腿啊 嗯 对 这样如果说裁判认为是故意的话就升级了 没错 升级围体 给了围体犯规 嗯 两罚一制 嗯 这个时候给了一个 艾兹麦提的围体犯规 问题是 这两球看谁罚呀 我今天我说 围体犯规只能他罚吗 我知道 我就说我刚才他在神身上犯规又没看清楚啊 啊 这谁赵北青赵北青 嗯 所以我说今天不是不是是孙中夏吧 到底是 您这一本我也我有点好诚 对没看清我也没看清啊 好像孙中夏啊 所以说这个 就一 胜负就在这罚球之间 嗯 那对孙中夏吧 很勉强但是进了 嗯 还有一次 嘿 全是两发一中 嗯 嗯 发边线球 起手接低下 刚才玉来罩着 没有挡上 再挡一次 宁可让他 挡上了 也不让他 哎 投篮 外线 没有 插哨出手没能命中 哎呦这蓝板主 哎呦这王主队这个来枪蓝板太关键了 主要是赵北青拨这一下太巧了 他没有使劲啊 轻轻一拨 拨给了队友 好 85比83 又追到一个球的差距了 应该是今天的第六次了 陆续队还是在之前的五次错失的机会之后啊 不断的去努力 时间只剩下一分45秒 没有 四江队已经投不进卷头了 看能不能抓着机会 二打一 哎呦这球没进 哎呀 天呐 这个球没放进去 对 第六次错失的一个球的对凭机会 关键时的吉林打进两分啊 对 新疆队也是拼了 这场比赛打的对抗绝对是激烈到极点啊 就是双方已经都完全靠意志品质去撑了 这个投篮都不进啊 太好理解了 就是太累了 嗯 我们看这个蓝板抢的 轻轻一拨 拨给郎主队 嗯 就是我看 我想看看孙悟孝这个上篮是什么情况 二打一的球上篮没上进 而且是打一个后卫啊 打二十篮 对 这你要是顶着燕连没上进咱 有情可原是吧 太有情可原了 啊你这 又是四分的差距 他想证明自己 这这强攻也不是一个冷静的处理方法呀 看看欺凌 没头 空着时间 对 新疆队现在上下比较明确 比赛思路 领先两个球 这是阿卜杜吗 阿卜杜杜杜上来了 天哪 阿卜杜在这个一分钟的时候回来了 掌握一下局势 啊也不需要他跑太多 就是过渡一下 哎呦失误了 我跟你讲现在宁可失误 把球放地上 我回去防守去 回去防守去 也别物攻 也别误攻被抢烂板打快攻 最后时刻这个两分钟的时间派上麒麟 一分钟的时间派上阿卜杀栏目 阿姨江之导真是敢出牌 而且这大招都放在最后方 阿卜杀这个锤肯定还是不太好使的 我们看看同学队 孔埋 好漂亮 李虎蒙投入三分了 差一分 阿卜杀这么做也对 倒地了 还是要控制时间 新疆队这个球还要打进才会更稳妥 空外麒麟的三层 一场都没进 最后一个三层命中了 发球失误 同学队荒神了 四分分差不犯规吗 不犯规就比赛结束了 犯规也不太好弄 我们看赵北青这是抱着自己的头 就是对手进了三分 但是他们还是有机会的 刚才李虎蒙那个三分 本来已经点燃了同学队 去获胜的欲望 但是我们看看麒麟 一场比赛三分球五投零中 投篮九投一中 第十次出手命中了三分 这是一个救命的改变比赛的三分 这球 这球进的也够 有点好像不想要往里掉的意思 最后一看实在是我给你点面吧 我进去了 有点这意思 这场面真的是太有故事可讲了 就是1比86 11.1秒 分数的差距啊 就已经变成了5分了 两个球 主要没什么大问题的话 6分了 嗯 叫一个暂停 这球 就一条路了啊 嗯 赌一个三分 呃 进了就再犯规 不进 这个比赛就没有扳回的可能了 爱详之导真敢出牌啊 不是这也正常 嗯 你还是得把自己最好的球员在最后的角色时刻派上来 不是你玩牌不也是炸弹最后出吗 哈哈 啊对吧 你也不可能上两千打两猫来炸一把 那你这你这这牌没完完咯 没错 阿尔导可能也是这么考虑的 也是这么考虑的 哎 最后我出炸弹 你看见没有 还真好使上来就是一三分 啊得了5分啊 麒麟最后 啊 还有一个2分 对 对 就他上来之后拿这5分 比他之前 打了这25分钟时间 达的分还多 差不多 嗯 新疆队这个布置就比较简单了 就不给三分就好了啊 嗯 我们看看阿尔导达今天三分球的表现就是 除了第四节三投零赢之外 每节都有剑术 嗯 嗯 西日丽江哎呀拼到 美股开裂 直接是摇头叹息啊 确实是挺好的机会摆在同心面前 当然11点一秒 还有一堵 我们看看这个三分 有没有要快一点 快快快 要快一点 机会出来 好 战术打出来了 上上上 上上 可惜了没投进再来一个 还没有没了那没有了 嗯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92比86 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 结束之后 新疆队获得了 他们在这个赛季的第三胜 而同期呢 他们的连败还在继续 我们看到了在同期队所有球员的脸上 写满了遗憾和不甘 这场比赛他们真的是拼得非常不错 我们一直在讲 他们打出了赛季开始之后最好的防守表现 但是在进攻端总是差一口气 我在一直给他们数 他们是六次七次算上最后那个三分 追到差一分 其实是七次啊 追到差一个球 却没有能够完成比分的追平和反超 进攻端总差一口气 年轻的球队要走的路还很长 要付的学费还不少 而新疆队最后确实是 在教练的调配上 因为还有牌可出 所以麒麟的这个 救命三分 进 出 跌一下 再进 这个应该是能牵动所有人的心跳 所有人的那个心跳全在这身上 邦邦邦 对 太副戏剧性的一个三分球了 帮助新疆队把这个比赛最终给杀死了 给杀死了 基本上 同系队他们今天28伐14中 丢了14个伐球 教练之道 我们得说他们回家得练练基本功了 14个伐球 你多进仨就不至于 对 今天本场的MVP 我们还是授予了阿布杜沙拉木 27分多钟的时间 其实对于他来讲 后续受伤之后的离场 在场下看的应该是很紧张 最后又回来 当然就这些时间 他已经足够拿到20加的分数了 还有6个助攻 表现异常的优异 六篮板 也希望他这个腿伤 不会影响到新疆队后续的比赛 包括说希尔丽江那边 然后余德豪那边 今天这个比赛双方 这个拼的是成本都不小 级紧看过之后 我们请教练之道 给我们总结一下全场比赛 我们也需要平复一下心情 这个比赛看的确实是 会让大家很佩服这些年轻人 在场上的拼劲 这些可能在之前成绩不好的球队 对于胜利的渴望 再加上他们这种团队的凝聚力 我觉得双方今天在这几点上 做的都是很好的 但是除了同系队 在罚球上面 我们刚才在说 就是说14个丢掉的罚球里 你进三四个 这个比赛 其实早就是一个军事 往前走的态势 对面没有up度 那可能同系队这个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 一直被压着一口气 从水面上抬不上来的感觉 跟你能够交替往上走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说不去考虑罚球的问题 他们还有哪些点 在今后的比赛 是可以去注意的 从您的角度来看 配合还是少了一些 配合少了 整体配合 他们个人能力都很强 整体配合少了一些 而且一些基本功 基本技术 包括打球的时机 还是质的那一点 你包括关键时刻 有一个上篮 有两个上篮 没有进 那是很关键的 你不能上篮不进 对吧 你面对的 而且都是对方后卫线 二打一 反击没进去 克里面对的是矮个 必须得进 包括篮下 冲上上篮板之后 一些错误的决定 不过这没关系 都是经验 我觉得这年轻人 经过这一个赛季的锤炼 应该是慢慢有适用 所以说可能也通过基金 我们也能够看到 确实双方都打出了 很多精彩的球 但是这些遗憾的球 我相信会不断地营绕 在这些球员的身上 他们脑海中 他们会再回去 可能今天晚上吃饭 还会再讨论 然后回到宿舍 还是会要去想一想 会有一些很多的遗憾 在这个心里去涌出来 但是这就是成长的过程当中 所应该付出的代价 而新疆队这边 今天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失误 但是好在他们队内的 这种进攻箭头 是非常的明确的 从唐财宇 接替麒麟的这个枪 然后在场上 独自来支撑球队的外线进攻 再到我们看到 阿尔斯兰在开场的时候 在麒麟和唐财宇 都不准的情况之下 他不断地进三分 这都是这支球队 今天做的好的情况 而且球队用整体的防守和进攻 来弥补了阿卜杜拉姆 大概有十多分钟不能出场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 所以新疆队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比赛 也收获很多成长的经验 肯定是 尤其他们的打法 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一个是进攻的默契性 一个是防守的默契性 防守一露 全都露在腐心那一块 肚子那一块 这是最可怕的 以前你露的没事 为什么 因为有周旗在 那是个陷阱 一进就被他给拍出来了 你现在没有周旗了 你不能露了 你一定要把你最坚硬的胸膛 和你的两个胳膊给露出来 对 所以这个再打一段门 就慢慢个适应 所以球队的整个的身体状况 应该说不是特别好 我们看曾兴旭连拼了几场之后 已经连续修了两场球了 然后再加上阿卜杜拉姆大伤回来 这又添了一点点小问题 他这个应该是大腿正面 左侧大腿正面的 这个骨子头肌的问题 看看对后面的比赛 如果影响小还好 如果影响大 新疆队因为内线 鲁土不拉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 还是要去不断地去确立 唐才育和麒麟这两个 在封线的进攻箭头 这样他们才比赛当中 才能有更多的这种进攻的输出 而同西队这边 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到 贝希罗维奇在比赛场上的 这个执教 相对来讲 还是富有一个老教练 所体现出来的经验的 但是你在场上 执教的没有问题的话 球员的执行有问题 如果说执行没问题 那你造了犯规之后 罚球罚不进 种种的情况 是不是都是年轻球队的 一个通病了 因为这才几年轻球队挺多 包括宁波 包括同西 然后包括现在的心象 这还跟教练真没关系 这跟小时候打基础的时候 有关系 投篮这种东西 你要是说长大的在想练 不好练了 不好练了 你看好多为什么有那么多 就是蓝领球员 就是穷小没练 没好练投篮 长大在想练 你练不了 只能去抢篮板防守 或者养后 这都是同组 所以这个没办法 这跟被睡还真没关系 这没关系 因为他们今天 其实同系队 我们说他们的三分投篮数字 不太多 这样一场激烈的比赛 他们只出手了27次三分球 叫他们赛季场均冠决联盟的 33次以上的出手 还是要少了 不少的 而且呢 今天这三分命中率 只有29.6% 是比平常这35.4% 是要差的 所以外线的投篮 其实也是他们今天 比较受制的一个因素 当然他们有很多的这种 内线的进攻 反击 突破 这都是跟着新疆的节奏 在打 打出了很多快速的反击球 这是不错的 所以看看在之后的比赛吧 怎么样去去粗取精 把你自己球队当中 更好的进攻武器拿出来 然后呢 把球队练得更加的稳定 不要因为一些情绪上面的波动 去影响 像罚球这样 像快攻二打一反击这样的 上篮这种简单的 必须要拿的分数 你却拿不到 所以看看两支球队 在后续的比赛吧 我们看看赛程 看看他们在第一阶段的末尾 还将遇到哪些对手 新疆队呢 在这场打过之后 后面还剩四场球 第一阶段结束 打北控 下周是广州 广沙和吉林 我们再来看看 同西这边 我们看看同西的赛力 同西打完今天新疆之后呢 只休息一天来打广州 然后呢 再休息一天 打北控 山西 这个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 打拥有外援的 宁波队 对于同西来讲呢 其实如果再想在后面这四场比赛 能够拿到一场 或者更多的胜利的话 对于他们来讲 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运动员们还是要 赶快用这一天的休息时间 去迅速地调整 那今天下午 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续我们会为大家奉献 今天晚上更多的 CBA的赛事直播 希望大家继续 锁定密鼓视频 非常感谢焦剑指导 给大家带来的精彩点评 感谢各位 再见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